第911章 杰仇 这女孩正是盈盈在苏云与地乎决战之时 为了营救苏云被余波打回原形 烧得乌漆骂黑 一直没能醒来 直到这次苏云原神突破 度给她一些先天仪器 这才得以变回人身 只是她伤势也很重 苏云急于前去寻找旧神温桥 无暇救治她 以至于盈盈只能向天师燕紫妻讨要一些白纸 白纸就好 上面不要有一个字 纸着要上等 最好有墨香味 再加一点茉莉花香就更好了 盈盈很是严肃地被燕紫妻说道 燕紫妻告诉她 只有白纸 没香味的 也行 有墨水吗 燕紫妻为她准备了一落落白纸 和一桶桶墨水 然后就心疼地看着这小丫头大口吃纸 又举起墨桶 咕嘟咕嘟痛意 待吃饱喝足 盈盈用白纸复制自己被烧坏的书液内容 又将那些烧坏的书液取出来 这才恢复如初 不再是被烧焦的小女孩 燕紫妻见她神采奕奕 感慨道 若是治病救人像小淑仙这样简单 那就好了 盈盈跳到苏云的肩头坐下来 笑道 天使 你不适合治病救人 你适合领兵打仗 你治病杀的人 肯定没有你打仗杀的人多 何必浪费了自己一身才选 燕子七面色顿时一黑 这妖女说话 怎么这么伤人 咱们离地亭还有多远 要走几日 云天帝何时能回边陲之地 轮回圣王突然轻移一声 仔细查看第七仙界的轮回 微微皱眉 地混沌被她惊醒 面孔悄然无息地 从她身后的混沌之气中浮现出来 只见第七仙界的时光扭曲 化作一道轮回环 轮回圣王正控制其中一段时光 反反复复地观看 圣王 你在寻找什么 地混沌突然出声询问 她安静了一年多的光阴 这段时间对轮回圣王来说 既是享受 又有些抓耳挠腮 恨不得把地混沌拉起来 向她炫耀自己控制苏云 这个变量的成果 做出成就而无人炫耀 多少有些难受 此刻对混沌再度出现 她也没有多少反感 声音中带着疑惑 道 就在适才 苏道友的未来 忽然又是一片混沌 然后便又多出了一种可能 不过这个轮回环 很快又暗淡下来 我在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以至于未来多了一种变化 她有些不安 道 刚才一瞬间 各种可能都变得清晰起来 混沌不堪 事出反常必有妖 这里面肯定发生了什么事 地混沌笑道 你封印了她 难道还怕她跑出来不长 而仅你蜘蛛在握 胜券在握 就算多出其他可能 危险性也被你降到最低 你又何须如此谨慎 轮回胜王文言也不无得意 笑道 虽然你的赞许 令我很是受用 但是你真坏得很 我还是不会掉以轻心 她仔仔细细查看 地混沌则看向苏云未来的画面 十三年后 苏云除了死亡这个结局之外 有了其他五种可能 这五种可能 将第七仙界的未来带到五个不同方向 因此 在那个时间点 衍生出另外五道轮回 这五道轮回中 混沌一片 难以看清 未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找到了 轮回胜王的声音传来 地混沌寻声看去 只见轮回胜王调出一段时光 冷笑道 不愧是你和外乡人都称道友的人物 我险些被他蒙混过去 他蒙毙了我的封印 地混沌看向那段时光 不禁动容 那段时光 正是苏云元神出窍 前往明堂洞天的短短一瞬间 破解轮回圣王的封印 说起来简单 实则无比困难 轮回圣王 便是轮回大道的象征 轮回大道下辖数以千计的大道 以轮回统一 其神通循环往复 生生不息 无穷无尽 想要破解 着实难上加难 而苏云元神出窍 显然是破解了轮回圣王的封印 但听轮回圣王的语气 苏云并非破解了他的封印 而是蒙蔽了他的封印 逃出去一部分修为 这更让地混沌嘖嘖称奇 轮回圣王道 他出逃这件事 第七仙界注定发生的历史不同 因此造成了未来多出一种可能 这就是刚才未来一片混沌的原因 他以为能借此瞒过我 殊不知我这些脑袋不是白长的 地混沌慌忙道 圣王快快修复 不能让他节外生枝 轮回圣王没有好气道 我自会修复 不用你提醒 我做事 滴水不漏 地混沌暗笑 提醒他道 苏云若是脱困 非地乎大成不能敌也 轮回圣王笑道 地乎修炼先天一气 各个分身合而为一并不难 从前他无法参悟出 先天一气的精妙 但现在便可以了 他微微一笑道 从苏道友的石英中碎片中 他能够参悟出很多东西 地混沌脸色微变 你把苏道友的石英中碎片 给了地乎 轮回圣王笑道 你紧张什么 就算我不给 地乎也会寻到许多石英中碎片 也会从中参悟出 苏道友的鸿蒙符文的奥妙 他的鸿蒙符文 只有一个 寻找到这个符文并不难 地混沌有些心痛 摇头道 不一样 道友 不一样 石英中是你打碎的 碎片又是你交给地乎的 圣王 这份过节太大了 你啊 我原本以为你只是小打小闹 没想到你 你竟然做出这等事 若是寻常的小过节 小较量 将来我还可以在他面前保你 但此事事关大道生死 只怕我也无法挽回 轮回圣王冷笑道 我又不怕他 十三年后 他必死无疑 你 我都不怕 还岂会怕他这个将死之人 地混沌叹了口气 向后躺下 南南道 圣王 你已经进入轮回之中 难以看清轮回的真相了 将来 你必会后悔 轮回圣王道 你根本不知我轮回大道的奥妙 你只知道使唤我 奴役我 明堂洞天 雷池高悬 悬浮于天空中的明堂雷池 用的是原本的雷池洞天的碎片 拼接锻造而成 虽然规模 要比真正的雷池洞天小一些 但功用却很完整 当年百里独调洞仙亭的能功巧匠 又请来救神温桥 炼至瓷宝 几乎是与地亭雷池同时炼成 百里独包藏祸心 一心要削弱天下能人制势的实力 担心地亭炼不成雷池 还亲自前往地亭 帮助地亭炼至雷池 明堂雷池腾空后 温桥便一直居住在雷池之中 从未离开过 这尊旧神坐于雷池上空 下方雷池震荡 雷池波涛如同龙灵 一阵接着一阵 浪涛间不断不断有雷池爆发 降劫于那些修炼到极尽的灵士 把他们从仙人的境界斩落下来 明堂雷池监控第七仙界土生土长的灵士 不让任何人成仙 这些年来 只有一个例外 那就是碧落 单纯靠自身的强大而修成仙境 温桥闭谋坐于空中 突然苏云从天而降 落于温桥身前 道 道兄 我急需道兄相助 温桥睁开眼睛 见识苏云 不由吃了一惊 陛下如何赶来这里 这里是地湖巢穴 聚集了不知多少高手 帝风也来到这里疗伤 就在下方 稍有不慎 便会被他们察觉 你便死无葬身之地 苏云笑道 我既然来了 便有全身而退的法子 道兄 地湖即将释放截灰仙 摧毁第七仙界 如今之际 唯有摧毁雷池 让灵士成仙 说不定还可以抗衡 温桥连忙起身 道 我这雷池是地湖重链的 靠我催动驾驭 才能发挥威力 也无需毁掉 只需我离开此地 雷池没有我来驾驭 便无法运转 你倘若把雷池毁掉了 动静太大 我们只怕都无法离开 苏云道 道兄所虑的是 我带着你速速 离开此地 他随手一挥 一团混沌之气飞出 将温桥包围 混沌之气中符文变换 正是苏云 从地混沌的植骨上 参舞出的神通 两人当即便要飞出雷池 突然只听当的一声钟响 苏云身心大震 顿住混沌神通 难以置信地转过身来 雷池的后方 一口泛着将铁锈打磨 蒸亮光芒的铁钟 冉冉升起 铁钟分为九层环 刻度不计其数 正是他的玄铁钟 当初至宝之战 轮回圣王催动子府 将这口玄铁钟击败 拆解 玄铁钟无数部件 飞入第七仙界 苏云原本以为 再也无法让玄铁钟恢复完整 没想到 居然会在明堂动天 地乎的老巢中 再度见到完整的玄铁钟 这时 一个声音从他们身后传来 苏云的鸿蒙符纹更不错 苏云吐出一口浊气 转过身来 只见百里毒站在雷池的另一端 满面笑容地看着他们 他的身后 温桥紧张万分 苏云敲声道 道兄不用担心 他们要对付的人是我 地乎还需要你来 掌控雷池 不会动你分毫 难怪 你说先天一气 你才是正宗 我原本以为你 只是在大吹法罗 没想到你说的竟是真的 又有一个声音传来 苏云转头 看到了袁三顾从中下走出 中下又有一人的声音传来 你的鸿蒙符纹只有一个 简单到了极致 同时也复杂到了极致 可以重构三千六百种仙道 而囊括仙道 重构天书院八万种焚宇宙大道 而囊括这些大道 令人叹为观止 苏云看去 说话的人是地乎的另一个分身 鲜香道一齐 伪地的鸿蒙符纹 令我也大开眼界 地风不及不许走来 苏云瞥了地风一眼 随即收回目光 吃笑道 朱军 不是我小区各位 就算你们得到了玄铁中的鸿蒙符纹 你们又看得懂吗 他背负双手 悠然道 当年地混沌遇到混沌七公子 向七公子请教 轮回圣王来到七公子的子府 在一旁听讲钻研 鸿蒙符纹就放在轮回圣王的面前 他领悟出什么 没有这个资质物性 宝山放在你们面前 你们也抓不住粉毫 他的话音未落 袁三顾腾空而起 催动道境九重天 化作中山竹笼 悍然杀赖 袁三顾这一栋 赫然是利用鸿蒙符纹 重构了自身的大道 修为实力直线提升 但下一刻 苏云一指点去 当得一声巨响 袁三顾中山炸开 整个人道飞而去 又是当得一声巨响 撞击在玄铁中上 秀 道一骑身如浮光 七身近前 神通如星斗 一步一拳 一拳一星斗 端地是刚猛霸道 他也是利用鸿蒙符纹重构大道 本事非比寻常 苏云踏步 也是一拳迎上 两人神通在拳风之间爆发 道一骑气血浮动 亮枪后退 一直退出雷池 才堪堪止住 苏云突然聚起为剑 锋芒乍起 叮得一声挡住地风次来的剑光 声声破去地风的神通 地风急忙翻身而起 躲避下方呼啸而过的剑芒 脸色阴晴不定 苏云的目光从地风 百里独等人脸上扫过 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嘲讽 我的鸿蒙符纹 只是靠轮回圣王领悟出的 那点东西起家 然后得道 朱军 我的钟 送到你们手中 我的符文 放在你们面前 你们领悟的 也依旧与我相差十万八千里 第九百一十二章 无能之怒 地风 百里独等人又羞又目 他们从玄铁中内 参悟出苏云的鸿蒙符文 又各自以鸿蒙符文 来重构自己的大道 重构自己的神通 自觉修为实力大增 然而这次面对苏云 却完全不是那回事 他们与苏云交手 甚至觉得自己的实力 还不如从前 若是从前 他们还能与苏云对抗几招 不至于俯一交手 便落败退走 而现在 动手第一招便败落下来 难道我们真的学错了 这个念头一出来 便无法抹去 甚至开始扎根在 他们的性灵之中 让他们惶恐难安 久而久之 必成心魔 此次他们得到玄铁中 中内发掘出苏云的鸿蒙符文 鸿蒙符文固然构思精巧无比 细微无比 但将鸿蒙符文描绘出来 难不倒他们 描绘出鸿蒙符文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便是解析鸿蒙符文 为何是这种架构 这便是知其然之其所以然 是格物置之的必经之路 好在他们有玄铁中在 又有半个帝叔之脑 破解过程很是顺利 第三步便是在 知其然之其所以然的情况下 用鸿蒙符文 重构自身神通道法 将自己的元气化作先天仪器 将自己的神通化作先天神通 在第三步 他们排除了帝风 帝风毕竟是外人 被帝昭追杀 打得惶惶不可终日 帝乎从帝昭手中救下他 本身便已经是天大的恩德 给他研究鸿蒙符文的机会 更是恩上加恩 岂会在让帝叔之脑 为他重构自身道法 因此 帝风的静静 比他们慢了许多 但适才帝风出手攻击苏云 也败得与他们一样利索 可见 问题并非出在他们的身上 也不是出在鸿蒙符文的身上 而是出在苏云的身上 百里独和帝风不由 想起一件可怕的事情 帝爵收徒 帝爵收的每一个弟子 都是天资绝代之人 其中不乏有各个仙界的第一仙人 帝爵会传授给这些弟子自己的功法 太一天都摩伦经 没有任何保留 后来 这些弟子 或者造反作乱 或者另一门户 都会死在帝爵的手中 帝爵没有藏私 而这些天资绝代的存在 也将太一天都修炼到绝顶 却无疑是帝爵的对手 这里面只有一人例外 那就是玉太子的父亲 玉岩昭 玉岩昭虽然也学了太一天都 却没有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 而是另起一条道路 他虽然也死在帝爵之手 但是他的实力 却与帝爵不相上下 苏云现在 给他们的感觉 便是另一个帝爵 明明学会了他的一切本事 偏偏还是无法与他抗衡 这时间绝不能出现第二个帝爵 百里独突然到 帝风心中凛然 百里独突然出手 迈不向苏云冲去 一掌摇摇拍来 他动手之时 玉铁钟也跟随着他一起出动 这口大钟被重组之后 上面苏云的烙印也被抹去了 取而代之的是帝呼的烙印 钟上原来的烙印 是苏云对于各种大道的领悟和理解 帝呼重链玉铁钟 虽然无法做到与从前一模一样 但是威力威能丝毫不逊 玉铁钟挪移过来 连雷池上方的空间也随之扭曲 仿佛写九天之威狠狠撞来 与此同时 帝风 袁三顾和道义奇也自脉步 从其他方向冲来 帝风的剑道已经接近帝石重天 直接施展出剑道的最高成就 剑道道界的虚影出现在他头顶 迷高迷远 随着他的剑光射出 剑道道界中也有一道剑光射出 那是剑道道界的道光 有一种无物不展的锋芒 紫义袁三顾施展的 则是中山大道神通 真正的袁三顾早已死去多时 而今的袁三顾不过是帝乎的血肉分身 真正的袁三顾虽然修成道境九重天 但是资质用尽 道法神通并不能称得尚完美 但是成为帝乎的血肉分身之后 帝乎借助帝叔之脑来 推演推倒中山大道 完善了道法神通 反而比正主更强 道义奇则是星斗之道 动静间群星绚烂满空 从第一仙界到第八仙界 生活在仙界中的人尽管变了 但是星空从未变过 仙界的星空暗和地混沌的大道 因此参悟星斗 也可以拥有大成就 道义奇便是抓住这一点 修成道境八重天 然后又借助帝书之脑 和弥罗天地塔的机缘 修成道境九重天 众人齐其出手 夹在中央的苏云 压力之大 可想而知 玄铁中的钟声震荡 率先向苏云冲来 但这口大钟 随即撞在一口无形的大钟之上 光 玄铁中乃是当时最强的至宝之一 倘若没有轮回圣王使绊子 绝不可能被子府拆解 丢了第一只宝的威名 此时尽管被地乎重链 威能比当年丝毫不减 然而玄铁中与那口无形的大钟碰撞 却没能占到便宜 那口大钟乃是神通 并非真正的大钟 两钟碰撞之时 但见空间破灭 生出无量劫火和劫雷 围绕两口大钟旋转 而那口无形的大钟 也在劫火和劫雷中显现出来 此钟纯粹 通体如一 没有任何结构 它并不复杂 却给人一种极致的复杂质感 它简单地令人难以置信 则拥有着一种 惊心动魄的简约之美 它找不到任何纹理 任何缝隙 找不到起点 也寻不到重点 它的符文 混沌如一 像是由一枚最纯粹的 鸿蒙符文构成 又像是由无数鸿蒙符文构成 同时它的表面 又无比的光滑 比世上最光滑的镜子 还要光滑 甚至可以见人 见物 见神通 帝封 道义旗 袁三顾在杀来的途中 便在这口大钟的表面 看到自己的身影 以及自己的神通 那口大钟 仿佛能映照出无限细节 远看能看到自己的神通和轮廓 但是细致看去 却可以看到 组成自己的最小粒子 以及组成自己神通的最小符文 结火和结雷很快散去 那口大钟 又自进入无形的状态之中 但刚才那惊鸿一瞥 着实震撼人心 白礼独已经来到苏云身边 印法爆发 他的印法成就绝对不比先后逊色 手掌一扣 形成万化焚仙卢印 卢口绚烂光芒卷去 要将苏云的性灵收入印中 直接碾碎 另一边 袁三顾则接他之手 催动倒飞而来的玄铁钟 大钟再度向苏云撞去 先前是白礼独催动玄铁钟 那一击消耗的是苏云的护体神通 白礼独进攻苏云 袁三顾接手玄铁钟 配合的可谓是天衣无缝 也只有地乎的血肉分身 才能配合得如此巧妙 毕竟他们都是地乎共享思维 但白礼独下一刻便脸色大变 他的万化焚仙卢印 绝对是最为完美的神通 即便是至宝万化焚仙卢 也有着缺点和破绽 他的印法却没有任何破绽 然而他的印法 根本没有收走苏云的性灵 甚至连苏云的性灵也感应不出 苏云对他这一印完全无动于衷 仿佛他这一击没有任何威力 他没有性灵 不可能 糟糕 他刚刚想到这里 苏云的五指扶过他的胸口 每一根指头弹出 便是一种不逊于轮回大道的神通爆发 他的第一指 白礼独变大口吐血 倒跌飞出 身躯扭曲变形 性灵从体内飞出 九大道径也从灵界中被轰出 一字排开 元三顾与白礼独心意相通 顾不得催动玄铁钟袭击苏云 急忙将玄铁钟记起 挡住其他四指 玄铁钟迸发出当当当的巨响 撞击在白礼独的身上 将这位中年雅士撞得紧贴大钟 四肢五体抱住大钟 向后倒飞而去 口中游自大口吐血 地风的剑紧随而至 刺向苏云 此时正直黄钟散去 尚未成形之时 带着道劫威能的一剑刺来 惊艳绝伦 尽管地剑剑完破损 但他这一剑的威力 更剩两年前 他截杀苏云之时 忽然 苏云四周黄钟神通再度形成 无形大钟旋转 与刺来的这一剑对抗 这一剑已经有一半刺入黄钟之中 两股神通遭遇 只见剑光四翼 随着黄钟的旋转而流动 光芒中迸发出无数口飞剑 飞剑接断 如同断尾的银鱼 被黄钟卷得越来越分散 呼 无形的大钟 很快被飞剑填满 这口大钟 原本只是先天一气构剑而成 此刻却仿佛有了形体 化作一口由剑组成的银钟 地风脸色顿变 手中还有半口剑 奋力向前刺去 剑不断随中化去 直直没到剑柄 剑柄撞在银钟之上 顿时迸发出光的一声巨响 地风身躯大震 向后弹去 不风 你愧对你的地剑 速云挥动衣袖 卷起无数口断剑组成的银钟 中口朝向地风 我本意是压迫你 让你突破倒进十重天 谁曾想你却越来越不堪 光 钟声震荡 地风身前的空间 顿时凹陷下来 恐怖的威能浩浩荡荡直奔他而去 伴随着这一声终声的是无数口断剑 如同淫于狂潮袭来 地风奋尽一切力量抵挡 高声道 地狐道凶 助我一臂之力 他已经看到 道义骑在接手催动玄铁钟向这边飞来 心中一喜 然而那玄铁钟 虽是向这边飞来 却并非为了救他 而是趁机杀相苏鱼 地风心中一凉 浩荡的黄中神通 冲破他一切防御 无数口断剑接踵而至 将他淹没 地风只在一瞬间 便中了不知多少剑 这不仅是自己的地剑剑丸 在苏云的操控下伤他 他甚至感受到地剑剑丸中 传来对他的恨意 每一口断剑刺入他的体内 他便能感受到一分恨意 地剑剑丸再恨他 恨他不争 恨他不能再进一步 恨他空有绝世的资质 却没有坚毅的道心 剑灵 你只不过是我锻造出来的质宝 有何资格恨我 地风大怒 奋力向断剑狂潮外杀去 声音淒厉 朕不只是剑道九重天 朕同样是九玄不灭 不灭九重天 你不过是我的一个造物而言 他杀出重围 身上鲜血淋漓 到处插满了断剑 那些断剑 深入他的皮肉之中 只于剑饼 地风面色阴狠 这全怪苏云 全怪苏云那个小子 若是没有他 你还是会忠于我 若是没有他 我还是天下第一的剑客 剑神 无双的大帝 他怒气逃天 向苏云走去 然而眼前雷池中的那一幕 却让他停下脚步 眼中露出惊恐之色 一种不安感从内心中升起 越来越大 雷池中心 悬铁中倒悬在苏云头顶 当当震荡 不断轰击苏云 苏云四周 百里独 袁三顾和道义奇道法神通千遍万化 疯狂向苏云攻去 然而 这三位地级存在 却在苏云的反击下 大口大口地吐血 距离苏云越来越远 而苏云头顶的悬铁大钟 却距离苏云越来越近 大钟震荡幅度越来越小 钟声也越来越暗哑 道义奇被打得叠血 贴着雷池海面倒飞而出 挣扎起身 随即向苏云扑去 瞥见地风僵直地站在那里 连忙叫道 地风陛下 快来帮忙啊 地风慌张地摇头 眼中的惊恐 渐渐蔓延到脸上 他在向后退去 咔嚓 袁三顾的手臂被折断 声音凄厉 地风 我们是盟友 快来帮忙 地风打个冷战 后退的速度 在渐渐加快 突然他猛地转身 带着插满全身的断剑 腾空而起 向雷池外飞去 不 我不与这个疯子决一死战 我会死的 他大叫 身形化作一道流光 远顿而去 无能之辈 百里毒 袁三顾和道义奇怒不可遏 就在此时 突然明堂洞天剧烈震荡 明堂雷池下方地动山摇 一直躲在一旁观战的温桥被惊动 连忙趴在雷池边缘向下看去 只见那震动来自明堂洞天最大的伏地 那伏地中百里毒见了仙城 仙城的震动越来越急 突然间 仙城中最为宏伟的大殿炸开 无数劫灰仙蜂拥冲出 如同潮水般 四面八方涌去 很快将整个仙城淹没 那无数劫灰仙中 一个高大无比的身影腾空而起 高度超越了雷池 头中无脑 脑壳中藏有无数猙獰的劫灰仙 正是帝叔真身 帝叔真身呵呵一笑 哀帝 你今日注定在劫难逃 孩儿们 上我身来 百里毒 元三顾和道义奇 各自松一口气 腾空而起 落在帝叔真身上 先天一气 与帝叔真身相容 帝叔真身 顿时气势节节暴涨 与此同时 无数节灰仙正视腾空 向地庭方向飞去 第913章 帝户的真身 百里毒元三顾 和道义奇 落在帝叔真身上 各自先天一气 以一贯之 连同彼此 法力再无区别 帝叔真身体表 鸿蒙符文流动 贯穿太古大帝的真身 形成各种文理道链交错的景象 他表面流动的符文是 太古真神修炼功法 从前太古真神无法修炼 帝叔用其无上智慧解决了这一点 却没有传播出去 帝叔得到帝叔之脑 解决了这个难题 嗡 百里毒三人的道径重叠 形成九大道径 完美结合 这正是苏云的鸿蒙符文的特性 将不同的大道融合 帝叔从前的功法神通 很难将多种大道统一 参悟苏云的鸿蒙符文 让他们做到了这一点 四分力相容与分开 效果完全两样 百里毒三人 加上没头脑的帝叔真身 秀为实力直线攀升 同一时间 一直在苏云头顶摇摆不定的玄铁钟 终于停下 苏云一气冲天 以自身大道 强行束缚镇压玄铁钟 重新烙印这口大钟 玄铁钟被子府肢解之后 钟灵便已经死了 相当于无主之物 因此地乎才能顺利烙印玄铁钟 只是地乎即便烙印玄铁钟 也不可能让玄铁钟 在短时间内诞生新的钟灵 这口大钟微能 尽管还在 却不如从前那般灵动 丧失了主动反抗他人烙印的能力 至宝中的灵 是由主人常年累月的祭练而形成的 因为祭练需要主人的性灵和神通 在性灵神通反复烙印的情况下 至宝中也会因此沾染到主人的精神 祭练时间越久 也越灵动 至宝通灵 拥有一定的灵性 拥有部分自我意识 有的至宝任性用事 有的至宝没头脑 有的至宝狂妄自大 有的至宝掌控欲强 其实都是主人某种精神的反应 主人的缺陷越大 至宝的性格缺陷也越大 不过 因为至宝通灵 所以即便主人不在 至宝也可以主动御敌 用来镇首领的镇压气韵 最好不过 倘若至宝没有了灵 便是死物 主人不在 便不会有任何威能 不能用来镇首领的镇压气韵 轻易便会被人夺走 因此 至宝的灵作用极大 因为玄铁钟死了一次 没有了钟灵 苏云此次夺取玄铁钟 重新烙印 也没有遇到任何阻力 他的四周 无形的大钟嗡嗡震动 神通不断与玄铁钟融合 帝叔真身与百里毒等人 立刻察觉到 钟内的地乎烙印 飞速变得暗淡 即将被完全抹除 不由暗金 不能让他夺取这口钟 帝叔立刻一拳轰来 重重落在玄铁大钟上 光 苏云身躯大阵 连人带中一起远远飞去 被轰得飞出雷池 他的身形锁过之处 雷池不断炸开 赫然是苏云将帝叔之力 转移到足底 硬喊雷池 苏云飞出雷池的一瞬间 只见雷池剧烈动荡一下 随即徐徐裂开 从下方向上看去 这座浮空的大路 慢吞吞地裂成了两半 金黄色的雷池之水倾泻 从天而降 随即在半空中化作无量雷霆 将视野填满 明堂洞天的雷池极为广大 里面积存的积雷液 当真是浩瀚如海 化作的雷霆更是恐怖 雷光下方 正是涌向地霆方向的 劫灰仙大军 被那雷池之水 淹没了不知多手 无数劫灰仙在雷光中炸开 化作积粉 从天上落下来 积雷液越来越多 波涛汹涌 席卷一切 劫灰仙军中 也是一片混乱 四散而逃 帝叔真身健壮 头颅一摇 他头颅中的那些劫灰仙 呼啸飞起 他的脑壳里没有脑子 而是占着数万尊 高大无比的劫灰仙 这些劫灰仙 是来自过去时代的强者 每个人都是属于 他们那个时代的天骄 只是属于他们的时代过去 他们自身的大道 和肉身劫灰化 变成了劫灰仙 不过 从他们散发出的磅礴气息 依旧可以看出 他们当年的风采 这批高手的数量 远超第七仙剑 他们正一飞起 一部分劫灰仙将断裂的雷池托起 合并到一起 一部分则催动法力 将积雷叶卷起 送向帝叔真身的脑壳 帝叔真身脑壳中空无一物 一边收取这些积雷叶 一边发足狂奔 向苏云追取 苏云的目的便是摧毁明堂雷池 此时将雷池打得裂开 于是也不纠缠 脚下混沌之气一出 便打算离开明堂洞天 就在此时 突然四周空间疯狂延伸 将他与前方的山栏的距离 拉得无比遥远 苏云眉头青阳 露出诧异之色 落地转身 聚气为剑 一道剑光贯穿长空 将膨胀的空间斩断 下一刻 帝叔真身碾碎了时空降临 轰然落地 砸得泥土如水般四面掀起 后方 数不清的劫灰仙 震翅飞来 如同铺天盖地的潮水 涌向地庭 想去地庭 须得掀过天府洞天 所有洞天之中 天府最大 最是富饶 生活的各族人们 也是最多 可想而知 这些劫灰仙来到天府 会发生什么惨事 呼 那些劫灰仙绕过帝叔真身 随即迎上苏云 在当当的撞击声中 劫灰仙队伍 被苏云头顶的玄铁中分开 流向远处 百里独 袁三顾和道义奇三人的腿脚 像是长在帝叔真身的肩头 血肉与帝叔真身融为一体 百里独笑道 哀爹 你走不掉了 择日不如撞日 与其憋屈地死在十三年后 不如今日 你便轰轰烈烈一场 玄铁中微微动荡 那是被流来的劫灰仙撞击造成的震动 任何一个劫灰仙 都很难撼动这口大钟 也很难影响到苏云 但持续不断地撞击 还是对苏云重新计练玄铁中 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就像是在潮水中施展神通 神通会因此有些色致 这时 劫灰仙中传来温桥的叫声 云天地 我先走一步 苏云分心看去 只见温桥也在截灰仙的大军中 乱飞乱撞 不少 截灰仙向他扑去 却见温桥四周雷霆乱窜 将那些截灰仙披落 温桥疯狂赶路 冲向天府 怎奈截灰仙实在太多 他一时间无法杀出重围 就在苏云分心去看他的一瞬间 帝叔真身一步杀来 催动神通 周身锁链光芒更胜 一手抓向玄铁中 笑道 哀帝自身难保 还敢分心 其中与苏云的法力抗衡 驱除苏云的烙印 在中内打上自己的烙印 他的法力 集合了帝叔和三大递径存在的法力 也是先天一气 远比苏云雄魂 再加上中内无灵镇守 他夺取起来也很是容易 不料两人的法力和烙印在中内碰撞 帝叔真身立刻察觉到夺取很难 尽管两人用的都是鸿蒙符文 帝叔真身的法力也比苏云深厚 但是抹去苏云的烙印依旧艰难万分 苏云后退 向后撞去 竭力避开帝叔真身 那些劫灰仙顿时遭殃 被玄铁中碾压得粉身碎骨 帝叔真身追来 突然苏云深遭又有无量空间诞生 而他与帝叔真身的距离 却在拉近之中 苏云大皱眉头 双方再度遭遇 百里独猿三顾和道义七三人 各自加紧祭练玄铁中 与苏云夺取这口大众的掌控权 帝叔真身则向苏云疯狂进攻 让他无暇祭练玄铁中 苏云迫不得已 不得不与帝叔真身硬汉两计 这才抓到机会 一箭破开灵力观想 斩断空间 逃脱出去 温乔大呼小叫 正在奋力抵抗越来越多的劫灰仙 突然一声钟响 环绕他四周的劫灰仙灰飞烟灭 苏云杀来 一击之下 为他在乱军中轰穿一条道路 喝道 道兄快走 温乔急忙撒腿狂奔 不过苏云轰出的道路 很快又被劫灰仙塞满 温乔再度陷入重围 苏云又被帝叔真身观想的 无量空间困住 拉了回去 迫不得已与帝叔真身以硬碰硬 因为还要守住玄铁中 被打得吐血 他再度抓到机会 剑破无量空间 再度逃脱 立刻追上温乔 不由分说 大中将温乔扣住 中口向上 奋力顿逃 帝叔真身在后方呼啸追来 苏云咬紧牙关 催动法力 带着温乔逃顿 不断祭练玄铁中 双方很快超越截辉线的大部队 渐渐接近天府洞天 苏云猛地转身 抬手一挥 顿时漫天混沌之气 截断帝叔真身的观想 终于将双方的距离拉开 帝叔真身健壮 不再追击 半日之后 苏云身形有些亮强 这才停下稍作休息 他们即将来到中山洞天 要不了多久 便可以回到地亭 温乔连忙 从中里爬出来 关切道 陛下的伤势不要紧吧 苏云摇了摇头 很严重 此次是我大意了 被帝叔重伤 温乔欠然道 都怪我 苏云抬手道 不怪你 你我是生死之交 我年幼时得到你的多番照顾 就你是应当的 他背对着温乔 回头看去 截回仙大军 距离这里还很遥远 需要越余时间才能来到这里 地亭和天府 沟臣等冬天 依旧有时间准备 苏云有些迷茫 道 这次遭遇帝叔真身 我始终有些疑惑不解 地书真身 为何可以动用无量灵力观 想出无量空间 屡屡将我困住 他的脑袋里 明明是空的 没有地书之脑 他如何观想的 温乔则向地亭方向看去 问声问气道 陛下 我们尽快回到地亭 免得地书追上来 他可以动用灵力 缩短空间 追上我们不难 速晕皱眉 继续道 地书真身可以动用灵力 表明地书之脑就在附近 我被他困住数次 说明地书之脑一直都在 这就奇怪了 温乔一惑道 什么奇怪 陛下 咱们回地亭 为你疗伤要紧 苏云依旧背对着他 道 奇怪的地方在于 单纯的地书之脑 实力并不强 而且只是大脑 需要保护 因此 地乎把这个大脑 放在自己最重要的身躯上 才是他的最佳选择 温乔见他始终不动身 只好顺着他的想法问道 那么 地乎陛下最重要的身躯是谁 苏云道 他最重要的身躯 不是他的真身 他的真身已经只剩下皮囊 没有了血肉 按理来说 地书真身才是他最重要的身躯 但是地书的脑壳中 并无那半个大脑 显然地书真身在地乎看来 也并非最重要的 百里毒 元三顾和道义旗 只是他最强的几个血肉分身 他也不可能将地书之脑 这么重要的东西 放在这三人的脑袋里 温乔头大 双肩火山冒着滚滚浓烟 迷迷糊糊道 这也不是 那也不是 难道地书之脑不在 地书之脑一定在 苏云语气极为坚定 道 解析我的鸿蒙符文 破解我旋帖中内的神通和烙印 地书之脑必须在场 更何况 他事才还动用灵烈 温乔挠了挠头 实在想不出 地书之脑会藏在哪里 苏云道 一年多以前的天书院圣会 地书真身也没有带来地书之脑 说明那时地书之脑 就已经藏在地乎最重要的身躯之中 他这个身躯极为关键 又不能轻易露面 他的这个身躯必定是从他的真身中 最早分裂出来的血肉分身 他依旧背对着温乔 面色古怪 道 而据节灰大帝众精灵所说 地乎在尝试着摆脱地决的镇压时 第一次分裂自己的血肉 其血肉化身是没有性灵的旧神 温乔疑获道 难道地乎最重要的身躯 是一尊他分裂出来的旧神 苏云点头 他的这尊旧神身躯 是统一他所有分身和身外身的中枢 分身是从自己身体里分出来的 身外身则是地书真身 这类炼化的身躯 同时控制这些身躯 需要他的旧神身躯的脑力 一定极为强劲 温乔呵呵笑道 他的脑袋一定很大 苏云也呵呵笑了起来 何止大 说不定这尊旧神 就是地乎的大脑所化 毕竟现在的地乎 只是一张皮囊 皮囊里没有脑子 现在 这尊旧神的脑袋里 一定有着地乎之脑 和半个地书之脑 除此之外 还有消失已久的质宝 万化焚仙卢 对了道兄 温乔听得入神 文言询问道 什么 苏云笑道 咱们认识多久了 第914章 宫星 温乔憨厚笑道 一百多年了吧 苏云怅然 一百多年了 遥想当年 道兄你出山 第一个去见的便是我 你到了立阳府 说要见我 便倒头大帅 我通天阁的柿子 在你身上钻来钻去 研究你身上的旧神符文 你也魂不在意 任由他们研究 温乔想了想 疑惑道 有这回事 我忘记了 苏云笑道 你是一个旺行大的旧神 很多事情你都记不住 于是便刻在立阳府的墙壁上 壁画你是一绝 你的脾气也好 通天阁的人都很喜欢你 可以说是 你把通天阁的旧神符文研究 引领入门 我们还从你的身上 了解了旧神的肉身构造 你还曾经交给我山海经 让我按照山海经 去寻隐居在第七仙界的各尊 旧神圣王 最为关键的是 你还曾经险些因为地庭而死 温乔想了起来 问声问气道 你说的是长生帝君偷袭我一事 这死 差点把我打杀了 苏云探道 若非董凤神王研究过你的肉身 你多半便死了 之后你主持雷池 我义附杀长生帝君 也是你帮的忙 地庭打造雷池 若是没有你的立阳府 和纯阳雷池 真的无法办到 你这样的朋友 天下少有 非但地庭 就连第七仙界的云云众生 都会感激你的作为 温乔道 我们是朋友 我做这些事情是应该的 苏云脸色黯然 道 但是你也向我传递了许多错误的信息 比如 地爵是靠残杀第一仙人 夺取第一仙人的气韵 才活到第七仙界 再比如说 地混沌是暴君 地书是昏君 地爵是邪弟 也都是你灌输给我的 这些大是大非上的问题 道兄显然错得很离谱 温乔不解道 难道地混沌不是暴君 地爵不是邪弟 地书不是昏君 苏云依旧背对着他 道 自然不对 别的不说 只说地爵 你曾经依附地爵经历了几个仙界 你应该能看得出 他身上是否第一仙人的气韵 毕竟 你能看得出我身上的滑盖气韵 自然也能看出他的气韵 温乔道 地爵杀了元九州 玉岩昭等第一仙人 这还能有假 苏云道 但地爵从未夺过他们的气韵 每次地爵都是先天之井 来使自己活到下一个仙界 要印证这一点其实不难 只需要询问神木二帝即可 神木二帝 每次刚刚出生 便被他镇压囚禁 先天之井便归地爵所有 地爵用井中的先天仪器 来治疗身上的结灰病 从而可以再活一世 地心也可以印证这一点 因此 他无需夺取第一仙人的气韵 温乔乃然 看来是我误会了他 不过世人都称他为邪弟 我也不能免俗 苏云道 地爵对其他旧神并不好 唯独对你极为器重 你主宰立阳府之后 他便从未让你磨窝 他如此器重你 你却说 他是邪弟 温乔更加羞愧 道 我忘性比较大 大约忘记了 听你这么一说 我的确是错怪了他 苏云黯然道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我从未交过像你这样纯粹的朋友 盈盈也很喜欢你 他如果知道你是地乎之脑的话 他肯定会哭很久 温乔呆了呆 我是地乎之脑 苏云道 是的 你便是地乎之脑 你的脑袋里 除了有地乎的脑子之外 还有半个地书之脑 并且 万化焚仙卢 也在你的头脑之中 震住地书之脑 温乔难以置信 师生道 云天帝 陛下 你莫开玩笑 苏云还是背对着他 有些痛惜 轻声道 我也不想开玩笑 但我回到过去 去过第一仙剑 我在雷池见到过地乎 但我并未见过你 第一仙剑结束后 第二仙剑 我也没有寻到你 直到地乎从世间消失 我才见到你 我见到你时 你便已经掌握雷池 温乔怒不可遏 双肩火山喷不而出 苏圣皇 我把你当成朋友 你怀疑我是地乎 你给我转过身来 直面我 苏云依旧不曾转身 自顾自道 你告诉我 丽阳府是你的半生质宝 我一直深信不疑 但倘若丽阳府 是你的半生质宝 纯阳雷池 又是怎么回事 纯阳雷池 明明是一处福地 明明是雷池动天中的福地 它怎么会在你的半生质宝之中 温乔想了想 啊 我虽然不记得 纯阳雷池是怎么来的了 但半生质宝 乃是先天之物 其中有纯阳雷池 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你就是凭这个怀疑我 苏云叹了口气 当然不止于此 你还记得吗 仙界都是有72动天的 温乔点了点头 苏云道 但我发现 仙界其实只有71动天 去过第八仙界的人 便会发现这一点 第八仙界 其实并无雷池动天 也就是说 雷池动天 其实独立在各个仙界之外 从前七朝仙界的雷池 都是同一个雷池 它应该太古时代 那个仙界的碎片 它的确是帝乎的属地 帝乎将它带到 第一仙界中来 因此 帝乎是雷池的主人 温乔将住 苏云继续道 帝乎被帝混沌 誉为最强肉身 它的肉身是纯阳肉身 刚猛无比 而你也是纯阳旧神 精通纯阳之道 旧神都是帝混沌 从混沌海登陆时的混沌水珠 混着帝混沌的大道而生 因此不可能出现 两尊拥有一样大道的旧神 温乔坐了下来 苦苦思索 摇头道 咱们何时去地听 我有些想念 盈盈那个丫头了 我还想左松岩那个小家伙了 对了 还有我的立阳府 你记得吗 我担心 你无法练成雷池 把立阳府送给你 咱们是好朋友 苏云也背对着他坐了下来 是的 咱们是好朋友 我不能就这样冤枉你 你对捷运之道最是了解 最是今生 对于雷池的一切 你都无师自通 百里毒不得不用你来锻造明堂雷池 也不得不留你性命 来掌握明堂雷池 温乔兴奋道 这就是他不得不让我活命的原因 因为我有用 所以我才能活到现在 苏云有些伤心 道 但是百里毒曾经去过地庭 查看地庭雷池的锻造情况 他还指点了柴出息 该如何炼制地庭雷池 他和你一样精通雷池的构造 和捷运之道 纯阳之道 他并不需要你来锻造雷池 也不需要你来催动雷池洞天 温乔惶恐地摇了摇头 他一定是在我炼制雷池的过程中 将我的道法神通学了去 他是地乎 他聪明得很 苏云叹了口气 道 你知道我们在这里等了这么久 为何地书真身始终不曾追上来吗 他不能温乔回答 金字道 这是因为 我当时施展了一招混沌神通 隔断了你和地书真身的联系 你无论怎么观想 都无法突破混沌 然后我拼着受伤 一路急迟 将你带走 远离地书 我要验证一下我的猜测 温乔有些不懂 怎么验证 苏云道 倘若地书之脑在混沌神通的后面 地书真身突破那道神通 便会很快追来 倘若地书之脑 没有在地书真身的旁边 而是在我旁边 那么地书真身 便无法短时间内追上我 我们停下来很久了 地书真身始终没有追来 他心中很痛 温乔勃然大怒 站起身来 声音如雷滚滚 你就是怀疑 我是地乎对不对 你背对着我 是让我偷袭你 印证你的想法对不对 阁主 信苏的 我不是地乎 你的所有猜测 都是你的一侧 你给我站身来 给我转过身来 苏云闭上眼睛 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温乔悲痛欲绝 万念俱灰 瞥了高悬的玄铁钟一眼 纷然道 你是不是一定要我 把自己的脑袋打开给你看 你才甘心 好 我这就成全你 他低头大步向玄铁钟奔去 打算以自己的脑袋 撞击玄铁钟 以这个势头 他势必撞的脑壳 四分五裂 苏云的手抽出了一下 猛地睁开眼睛 然而 没有钟声传来 温乔巨大的脑袋 停在玄铁钟前 只差一毫便撞在钟上 他的头低下 脸朝向地面 脸上的悲愤 突然化作了笑容 他笑得很开心 先是无声地笑 但随着笑容的绽放 笑声便从无到有 并且越来越大 温乔双手扶着玄铁钟 猛然仰起头来 放声大笑 他的双肩 火山不再喷涌怒火 而是滚滚的黑烟 如同两个巨大的烟囱 我化作温乔以来 从未被人事破过 地角不成 天后不成 众精灵不成 远九州也不成 没想到 却在你这里栽了跟头 他直起身来 双手牢牢控制玄铁钟 滔滔的先天一气 涌入钟内 争夺玄铁钟的掌控权 夜路走多了 难免掉进阴沟里 他持续发力 抢占玄铁钟更多的空间 烙印自己的符文 感慨道 你能识破我 很了不起 我原本想一直成为你的朋友 陪伴在你的身边 看着你与我争斗 渐渐败落 你身边的人逐一败亡 逐一凋零 最终只剩下我一个 那时我再告诉你 我也是地呼 你该会是何等惊讶 何等惶恐 何等崩溃 何等自责 呼 温乔抱起玄铁钟 向苏云狠狠砸来 喝到 那该是多么有趣的一件事 该是多么伟大的成就 光 玄铁钟猛然爆发 恐怖的波动 将温乔双手炸开 苏云长生而起 一直点在玄铁钟上 顿时将温乔的所有烙印 统统抹杀 他奔行途中不断祭练 已经将玄铁钟 祭练了不知多少遍 夺回玄铁钟掌控权 轻而易举 我玩弄了袁三顾 玩弄了预言招 玩弄了地角 温乔大脑突然变得赤裂起来 雷霆传动 正是地书之脑爆发 以纯粹的灵力 轰击苏云的脑海 声音隆隆滚动 我将地角从一代明军 逼成了昏军 逼成了邪地 我夺取了他的一切 炮制了他的结局 他的所有子嗣 后人 被我杀得一干二净 血脉半点不存 他甚至不知道 敌人是我 这是何等的成就感 他的灵力百倍于苏云 灵力刺入苏云的大脑 本以为会将苏云控制 不要苏云却像是没有大脑一样 让他的灵力无从着手 温乔心中一惊 苏云这一指已经将玄铁 大中记起 大中荡来 温乔掌口 万化焚仙炉飞出 绽放恐怖无边的力量和威能 试图将苏云的性灵 从体内扯出 然而 没有半点作用 只听当的一声巨响 焚仙炉与玄铁中撞在一起 焚仙炉歌之一声 被声声压扁 温乔纵身跃起 踩在玄铁中上 向苏云一拳轰来 苏云奋力挥拳 一大一小 两只拳头碰撞 温乔怒吼一声 纯阳之身啪啪炸开 苏云吐血 挥手重重拍在玄铁中上 大中当当作响 向远处飞去 苏云砰的一声炸开 化作一缕 先天之气消散 温乔的纯阳之身不断崩塌 连忙撒腿狂奔 向明堂动天疯狂跑去 他一边奔跑 身躯一边坍塌瓦解 脸色惊恐万分 这一击 他击碎了苏云 苏云的先天一气 也击碎了他 他必须在这一击 未能完全摧毁他之前 寻到帝叔真身 前方 帝叔真身也在发足狂奔 向这边跑来 双方越来越近 温乔猛然纵身跃起 身体哗啦啦崩塌 溃散之势 已经延伸到脖子 下巴 嘴巴 眼睛 即将把他的大脑吞噬 帝叔真身大吼 猛地探手抓出 延伸千百里 扣住温乔的脑袋 将大脑声声提出 向自己的头颅中放下 被压扁的万化焚仙卢 也自摇摇晃晃飞来 镇住险些失控的帝叔之脑 帝叔真身 这才长出一口气 帝庭 钟声震荡 追上天师燕子七的阵途 最终玄铁中 飞临苏云的头顶 苏云睁开眼睛 苏醒过来 盈盈连忙问道 救出大个子瞧了吗 苏云脸色黯然 摇了摇头 色声道 温乔道兄为了救我 不幸遇害了 盈盈呆了呆 突然嚎啕大哭 怎么也哄不好 过了两久 他才从悲伤中回过神来 故作坚强 向苏云道 世子 我知道大个子是你的好朋友 你心里比我还要难过 你不要悲伤了 我也不会再哭了 苏云默默点头 又看到他偷偷抹了几次眼泪 第915章 结灰成雪 轻轻寻清 苏云抬手轻轻一拍 玄铁中飞去 率先飞往地亭 地亭上空 地亭雷池 柴出席一直定居在雷池中的立阳府内 这一日突然心血来潮 慌忙起身 腾空 以最快速度飞出立阳府 就在此时 立阳府内部轰然炸开 连通第五仙界的古老门户中 无数劫灰仙 蜂拥向外喷出 立阳府中有一座密室 密室封印着 连接太古禁区的门户 门户的另一端 正是第五仙界 柴出席猛然转身 便看到这些劫灰仙涌出的可怕情形 他正要调动雷池危能 摧毁这些杀出的劫灰仙 却见立阳府突然复苏 绽放无穷威能 据他所知 立阳府是温桥的半生法宝 法宝虽然强横 但是并不能达到质宝的层次 只是因为在混沌海中生成 因此有些奇异之处 不过立阳府的威能 却超出柴出席的预估 这法宝威力直线提升 竟然有直达质宝的趣事 不好 柴出席顿时醒悟 温桥不是温桥 立阳府的威能太强 他绝对不敌 然而 倘若任由立阳府中涌出劫灰仙 只怕地亭在一天之内 便会被摧毁 这是一场针对地亭的奇袭 突然 天空中一口大钟坠落下来 在立阳府的威能还在提升之时 当得一声撞在立阳府上 这座巨大的府邸顿时在钟声中裂开 大钟照落 将立阳府困在其中 钟声震荡 但见这就神法宝 在钟声中浮动酥软 很快化作积粉 从府中涌出的劫灰仙 也纷纷在玄铁中的威能下 破碎破灭 荡然无存 那座连接第五仙界的门户 自然也随之断去 柴出西静意不定 却见那口玄铁大钟离开雷池 呼啸向帝都飞去 一边飞行 一边解体 柴出西穷目望去 但见玄铁中飞临地亭时 已经化作了无数巨大的部件 呼啦啦飞向地亭外的都造场 发生了大事 柴出西定了定神 前行推算捷运 顿时脸色变得一片苍白 他算到了一场捷运突如其来 这场捷运的规模之浩大 使他前所未见 甚至 这场捷运 让他的身躯 也忍不住颤抖起来 哪怕他这样的道心 也为之战礼 为之恐惧 一场席卷第七仙界众生的捷 无人能够例外的捷 带着从前六个仙界的余威 到来了 天师燕子七 将大军留在中山洞天 只身随苏云来到帝都 苏云第一时间召集地亭 元朔 帝座 少府等洞天的文臣武将 天后与长生帝君 萧长生也在齐列 这还是苏云登基以来的 第一次上朝 燕子七在朝堂外等候 冷眼旁观 只见朝堂上众人吵来吵去 有的说 不可废掉地亭雷池 地亭雷池针对的是 第六仙界的仙人 倘若废掉 燕子七的数千万灵士 便可以化作数千万仙人 取兵推平地亭 也不在话下 他们分析的不无道理 燕子七毕竟是地风的天师 那数千万灵士 又是地风的余布 倘若地风前来 一指令下 只怕这些人便会立刻反叛 这是置地亭于危险之地 况且 明堂洞天的雷池 尚未被彻底回去 这座洞天 依旧威胁着第七仙界的灵士 第七仙界无人成仙 地亭还不是要被燕子七 一口气推成平地 有的则对枪 说解灰仙灭士在即 燕子七自然会识的大体 现在不宜内斗 而是一致对外 倘若内斗 第七仙界灭绝无日 然而空口无凭 双方谁也无法说服谁 燕子七成兵中山洞天一事 其实早就惊动了地亭 地亭文臣武将 纷纷赶到帝都 打算与燕子七杀个鱼死网破 还是苏云归来 这才化解了这场误会 不过燕子七当年几次 险些攻破地亭 杀的地亭将士死伤无数 地亭的文臣武将 对他都没有多少好感 苏云咳嗽一声 打断臣子们的议论 道 朱军 燕子七就在殿外 宣燕子七进殿 宣燕子七进殿 燕子七整了整衣经 脉部走入朝堂 目不斜视 镜子走到堂下 向苏云攻身拜下 醉臣燕子七 拜见先天鸿蒙上 高天皇帝陛下 满朝文武正在 交头接耳的议论 甚至吵得脸红脖子粗 文言突然间安静下来 目光纷纷落在燕子七身上 燕子七是帝风的 四大天师之首 此次在敌人的朝廷中 直接下拜 以臣子之礼 历经苏云 显然是来表明 自己与帝风决裂的决心 苏云抬手 平身 燕子七起身 苏云目光 从左右臣子的脸上扫过 道 燕天师 我帝庭将士 忧心帝风复出 天师会倒戈相向 世才天后娘娘也说 帝护皮囊 率领另一路大军 从北缅长城而来 横跨星空 奔袭第七仙剑 倘若天师倒戈 我帝庭闭面 燕子七沉声道 帝风 昏溃无能之辈 可与燕雀争飞于房檐之下 不可翱翔九天之上 罪臣从前不见民主 只能与燕雀伴飞 现在得见民主 又有大义 岂能再返 臣 他抬起头来 于中山臣兵两千万众 以中山为长城 为秋鹤 绝节徽先于中山之外 不让杰徽先踏入中山半部 臣此去 誓死不再踏入地亭 哪怕中山被迫 杰徽先粉我残区 亦不退入地亭 此言一出 朝堂中众人不禁动容 燕子七这是发了谢氏 要誓死 将杰徽先挡在中山之外 用两千万人的性命 保住地亭 苏云看向群臣 道 朕决心 废去地亭雷池 朕决心 将地亭的后心后背 交给燕天师 朝堂中众人沉默 求水静 左松岩 哲仙人 桑天君等人对视一眼 各自默不作声 苏云站起身来 声音轻轻淡淡 却有一股力量在涌动 震撼人心 这一战 地亭不设防 不留一兵一卒 从即日起 文臣武将 前往天府洞天 迁徙百姓 水静先生留下打理内务 召集地亭 袁朔等所有 争胜元道境界的灵士 带到文臣武将归来 便出征星空 你们 要把杰徽先挡在 第七仙界之外 不能让他们 踏入第七仙界 你们的后背 交给燕子七 你们的族人 亲友 放在地亭 放在袁朔 你们战死 英灵进入万神殿 后人永远供奉 遵你们为神 殿中的文臣武将 纷纷攻身 苏云挥秀 退朝 众人各自退出朝堂 立刻纷纷前往天府洞天 事情紧急 倘若不及时迁徙百姓 杰徽先飞扑过来 势必会将所有 圣灵吃得一干二净 玉太子拿着苏云的手谕 急忙飞向高空之上的 地亭雷池 去交给柴出夕 过了不久 柴出夕打开苏云手谕 点头道 我知道了 我将散去雷池结束 但雷池不会因此毁坏 倘若燕子漆反水 我依旧有克制她之物 玉太子赞道 柴仙子考虑的周全 柴出夕将雷池中的积雷液 收入自己的灵界之中 随即催动地亭雷池 只见地亭雷池立刻开始分解 化作一面面巨大的六角镜 相互折叠起来 柴出夕正在将折叠后的雷池 装入自己的灵界 突然正了正 只见一朵结灰飘落下来 她抬起手掌 这片结灰落在她的掌心 这女子抬起头来 看向天空 地亭的天空在下雪 结灰为雪 柴出西向更远的地方看去 但见朵朵结灰 零零星星地从天空中飘落 不仅是地亭 其他洞天也是如此 结灰像是初冬的雪花 飘零落下 并不密集 这是第七仙界的天地元气 被污染的结果 广寒洞天 红肠女子仰起头 看着结灰如雪飘落 目光有些迷离 似乎感受到了 来自天地间的丝丝寒意 这场结束来了 我将在这场结束中 修成道尽九重天 苏郎 你会沉沦为魔 与我相伴吗 清清 一个娇媚有些憨态的 轻衣少女连忙应了一声 跑到红肠女子跟前 那红肠女子道 你可以下山了 前往地亭 去见云天帝 那憨态少女心中 砰砰乱跳 暗道 师父前我下山 难道是让我去见生父 广寒山上一直有传闻 说我是云天帝 和师父的孩子 这少女便是苏清清 当年险些化作人魔 苏云将他体内魔性练出 因为他虽然不再是人魔 但却拥有人魔的特质 苏云无法教他 只好教给人魔梧桐管教 梧桐遣他下山前往地亭 他只好收拾妥当 便自通过月桂树的枝条 来到地亭 他出现在帝都外 逢人便打听云天帝何在 却遇到一个 眉清目秀的少年 那少年很是俊俏 身后背着一副卷轴 笑道 往日你若是寻他 肯定怎么也寻不到 但好在他最近受伤 没有能力四处乱跑 更好在你遇到了我 我正打算去寻他 随我来 苏清清对他颇有好感 笑道 我叫苏清清 你叫什么 那少年笑道 你也姓苏 我叫苏杰 你口中的云天帝 便是家父 苏清清吓了一跳 迟迟道 你就是我哥哥 苏杰也吓了一跳 挠了挠头 虽然人家都说我父丰流成性 四下流情 还有人说 龙族还有我几个兄弟姐妹 但我平日里观察他 还是挺正经的 没有与其他女子没来眼去 姑娘 你不要瞎说 苏清清坠坠不安 我不是瞎说 只是族人 谣传我是我师父梧桐 与云天帝之女 我才冒失地叫你一声哥哥 苏杰顿下脚步 思索片刻 道 你这么一说 道有这个可能 我听了我爹与你师父 有过一段风流运势 难保 会留下点什么 对了 我大博是有名的神医 让他来看看 咱们是不是兄妹 两人快步来到神王殿 寻到治病救人的 董凤董神王 苏杰扭扭捏捏地说明来意 董凤打量两人一眼 又取了点血 又撇了两人 冷冷道 有情人终成兄妹啊 苏杰和苏清清脸色仗红 连忙白手 没有这回事 我们才刚认识 董凤哼了一声 仔细查看两人的血脉 道 你们不是兄妹 可以澄清 摆酒的时候 记得叫我 二人面红耳赤 勾着脑袋 灰溜溜地走了 苏杰面红耳赤 撇了撇苏清清 只觉这女孩 有一种令人怦然心动的特质 嫩嫩道 我大伯真会开玩笑 青青妹妹 我爹 在炼制她那口破终 没啥好看的 不如我带你四处溜达溜达 咱们帝都有不少好吃的好玩的 苏清清点了点头 帝都爱 都造成 苏云仰头看天 第七仙界的天空 处处都是阴霾 天地元气被感染得有些腐朽 凝固腐烂的元气聚集起来 便化作了薄薄的结灰 结灰先需要数月的时间 才回来到中山 但他们的腐朽气息 已经让第七仙界开始腐化 天后娘娘来到她的身边 道 陛下 你有足够的把握 度过这场劫难吗 没有 苏云收回目光 看着都造场中的巨型红炉 炉体是用荒铜打造而成 巨大的红炉中 只漂浮着一朵火焰 虽然只是一朵不大的火焰 但却给人以无比危险的感觉 仿佛蕴藏着毁天灭地的威能 混沌结火 都造场中的灵士 正在将玄铁中的部件 放在混沌结火上烤 烤得软化 这才捞出来继续锻造 而红炉外则是欧野武等人 小心翼翼地控制结火的威力 他们必须十分谨慎 倘若法力稍大一点结火的威能 都可能失控 那时 只怕地亭都会被烧出个大窟窿 我一点把握也没有 苏云对天后坦诚相待 道 倘若我修成先天到尽七重天 我便可以彻底突破轮回圣王的镇压 若是修炼到第八中 轮回圣王也看不懂我的神通 只可惜她出了先手 提前镇压我 天后娘娘皱眉 道 难道便没有一点希望 苏云的面色还有些苍白 身上的道伤也并未痊愈 却露出笑容 希望是人创造出来的 我现在虽然没有看到任何希望 但不代表未来没有 现在的我 无法彻底突破轮回圣王的镇压 却可以突破一部分 只是这一部分还不够 所以我需要重量我的忠 这口心忠 不同寻常 会包含我的全部道横 它是另一个我 它还是很虚弱 轮回圣王的封印镇压 让她的肉身即便痊愈 也会不断恢复到 身受重伤的那一刻 不过苏云却笑得很开心 道 我无法在轮回圣王的镇压下 突破道径七重天 但我的钟可以 只要我的钟突破到先天七重 一切便都不同了 第916章 以牙还牙 天后娘娘有些不明白 为何她说钟 可以突破道径七重天 别说 她对鸿蒙符文所知不多 就算是地乎这等研究过 玄铁中内的鸿蒙符文的存在 对鸿蒙符文和先天遗弃能做什么 也是一知半解 我曾经对轮回圣王说过 我的先天道境 到了第七重天 便会令她也会觉得不可思议 苏云看着牢牢的袁朔将人 加工锻造玄铁中 笑道 她会代替我 修成道境第七重 然后反驳我 让我突破轮回圣王的镇压 这口中 会是这个宇宙中的 第一个元神烙印的至宝 天后看着她自信满满的笑容 也不禁变得开朗了许多 道 陛下真的有把握 胜过劫灰仙 胜过帝乎吗 当然有把握 苏云转头看向她 微笑道 倘若只是劫灰仙和帝乎 根本不会是我们的对手 我在五十多年之前 便已经料定了今日之事 早早做了准备 那时候 神帝还自称太子 前来投靠我呢 天后心头一跳 苏云说的是 第六仙界入侵第七仙界之前的事情 距离现在 已经过去了近六十年 难道在那时 苏云便已经预感到 劫灰仙入侵第七仙界 苏云的眼瞳 映照着混沌结火 目光悠悠 我为劫灰仙入侵 准备了五十多年 这些年过去 那个人 应该已经恢复到巅峰了吧 天后娘娘忍不住询问道 那个人是谁 劫灰大帝 众精灵 天后娘娘闻言 心头大震 那个亲手埋葬了第二朝仙界的天地 也是第一位劫灰大帝 众精灵是轮回之外的人 不在仙道宇宙之中 苏云眼中映照的混沌结火 突然变得熊熊旺盛起来 当时 我只是为了对父弟呼 不过 我与轮回圣王的博弈 从那时便已经开始 天后娘娘闻言 也不禁激动起来 倘若众精灵真的可以 率领劫灰仙杀来 那么这一战 并非没有获胜的可能 那么陛下一定有把握 胜过轮回圣王 对吧 他有些兴奋 苏云眼中的火焰暗淡下来 摇头道 并没有 不过 事情再起变化 随着众精灵的入局 变化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让轮回圣王 意想不到 六十年前 我只是一个 脚踩七条船的小人物 随时传翻人王 六十年后的今天 若是没有轮回圣王 插手的话 帝呼已经葬身在我的手中 那么十三年后呢 苏云低声道 十三年后 轮回圣王还能确定 我就是他在未来 看到的那个我吗 望穿 最后一只结灰仙 飞出这片遗弃之地 望穿中又恢复安静 刚才还是无比吵闹 嘈杂的怪声 突然间便再无任何声息 望穿里听不到任何声响 这里仿佛空了 多日之后 一尊头戴斗笠 伟岸旧神 从长城脚下走来 将斩道石剑插在地上 盘膝而坐 静静地等候 又过了几日 一个声音从望穿中传来 惊喜道兄 是你吗 惊喜抬起头 脸上露出又悲又喜的神色 从望穿的阴影中 走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年帝皇 他向外走来 模样却在慢慢变得年轻 像是逆着时光向惊喜走来 岁月如同长河 从他的两旁逆流而过 待他走出阴影 已经变成少年 第二仙界的天地 除地书之外的唯一一个天地 众精灵 重新回到了人间 惊喜摘下头上的斗笠 站起身来 露出朴实无华的笑容 两人对视 他们曾经是主仆 后来是君臣 惊喜是主人 众精灵是奴仆时 他们便结下了身后的友谊 后来众精灵成为天地 他们的友谊也延续下去 并未因此改变 惊喜信守承诺 在望川外守着望川之门 一守便是数千万年 岁月流逝 初心不改 众精灵埋葬自己的仙庭 埋葬自我 燃烧自己 为仙庭的部下们续命 他们二人各自都做到了 恪守本心 惊喜将手中的斩到石剑地出 众精灵体内的杏灵 与肉身融合 顿时肉身变得无比广大 抓住石剑 猛地插在地上 哄 他身后的空间震动 被斩断的第二仙庭大陆 从望川中冉冉升起 当年 众精灵借斩道石剑 斩断第二仙界的仙庭 埋葬自我 而今又主者斩道石剑 将这片埋葬的仙庭 从从封印中解除 那片神圣无比的土地 被劫火所笼罩 仙庭中无数劫灰仙对裂整齐 那是第二仙庭的仙兵仙将 他们处在劫火之中 从外面看来 他们便是劫灰仙 而走入劫火 却会发现 他们有血有肉 与从前并无区别 他们是靠众精灵燃烧自身修为而存活 并未彻底化作劫灰 惊喜登上这座大陆 道友 这一战我随你同去 众精灵主见在前 第二仙庭向第七仙界飞去 宇宙边垂 轮回圣王散去了法乡 不过第七仙界的时光 轮回他还保留着 时不时地关注一下 就在这时 他不禁皱住了眉头 又出事了 地混沌关切地询问道 要你管 话虽如此 轮回圣王迟疑一下 还是忍不住到 出了点小岔子 众精灵出现了 他原本在望穿之中 我的目光之外 他把自己和第二仙庭 埋葬在仙道宇宙之外 此刻突然出现 的确出乎我的预料 地混沌道 只是一个地级存在 应该不打紧 轮回圣王仔细观察轮回中的时光 道 众精灵虽然是第二仙界的第一仙人 天资绝代 但他毕竟只是一个 道境九重天的小人物 不足为虑 真正危险的是幽朝生 此人是除了苏云之外的 另一个变数 地混沌道 此人也是个外乡人 本领强大 不须于你我 不过他的路到头了 倘若没有参悟出个人道界 他的成就 也就到此为止了 最多只是个天君 远不及你 轮回圣王笑道 不是每个人都有你这样的大智慧 能够跳出旧法 开辟出个人道界 正道于内 不求道于外 地混沌笑道 开辟个人道界 需要与宇宙中的大道相互印证 幽朝生是 另一个宇宙的人 他的宇宙都已经不存在了 如何做到开辟个人道界 你说的有道理 但为何苏云这私职 奔幽朝生闭关之地去了 轮回圣王指着轮回中的画面 狐疑道 地混沌定睛看去 只见苏云果然呈着宝拧 前往幽朝生闭关的小世界去了 地混沌笑道 病急乱头一罢了 圣王无须担忧 轮回圣王愈发狐疑 道兄 你而今愈发有奸臣的味道了 你越是这么说 我越是不能放心 他目不转睛 紧盯着轮回中的画面 却见苏云到了幽朝生闭关的小世界 便去见幽朝生的夫人 那个叫相聚的女子 与那女子有说有笑 轮回圣王愈发不安 那女子不过是个小小灵士 苏云不会专门跑去见她 这里面定有阴谋 他不知道阴谋出在何处 便盯得更紧 只见苏云又去斗幽朝生的儿子 借斗幽朝生二子的空荡 调戏母亲 递混沌见状 道 圣王无须看得这么紧 还是多关注一下重精灵才是 以我之见 这必是苏坚的阴谋 知道你怕他惹出其他幺蛾子 于是便把你的目光 吸引到这个小世界去 然后他又做出许多古怪的举动 让你摸不清他到底 想做什么 你故此 便会失比 在其他战场便会出错 轮回圣王冷笑道 你这人大奸若衷 我根本不知道你说的哪句话是真话 哪句话是假话 我怎么能信你 地混沌无奈 这句是真的 轮回圣王将信将疑 连忙看向重精灵 只见重精灵还在追击地户皮囊 和截灰仙大军 他心之不妙 立刻看向苏云 却见苏云已经被幽朝生打倒在地 轮回圣王又气又急 怒瞪地混沌一眼 喝道 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幽朝生明明在闭关的 怎么就出来了 苏云怎么就倒在地上了 地混沌笑道 还能发生什么事 他调戏人家媳妇 把人家从闭关的状态中击出来 没被打死 便是侥幸了 轮回圣王怒道 他为何要逼幽朝生出关 地混沌道 幽朝生出关 以巅峰天军的战力 无敌于天下 横扫地乎与劫灰仙 你不出手 他便可以平息这场动乱 斩杀地乎 轮回圣王顿时 明白过来 苏云的想法 是逼我出手 不过 幽朝生并不是我的对手 苏云请幽朝生出手 只是让幽朝生送死 地混沌的面目 缓缓沉入混沌之气中 悠悠道 倘若他有办法 可以让幽朝生修成个人道戒呢 以幽朝生前是对道的领悟 他修成个人道戒 必然会修成道神 他的面目渐渐淡去 声音也越来越清淡 圣王 你会看到 苏云的地脸中会走下来一个人 这个人是帝叔之脑 他会帮助幽朝生 推演个人道戒 轮回圣王急忙看去 果然看到苏云的宝脸中 另一个大头少年走了下来 正是小帝叔 这是一个阳谋 修成道神的幽朝生 其人实力强大无边 你就算可以击败他 也必然会身受重伤 地混沌的声音越来越淡 你受伤之后 不得不前行养伤 但你失踪的这些年 未来会多出多少种可能 圣王 你已经进入轮回了 一路轮回 身不由己 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掌握 轮回圣王再也坐不住 陡然起身 冷冷道 我立刻便去杀了幽朝圣 他走出混沌之气 看向第七仙界 不由脸色微变 第七仙界的星空 与他在混沌之气中 看到的星空并不一致 混沌之中不计日远 没有时间流逝 走出混沌的那一刻 才有了时间 我被帝混沌那混账 暗算了一手 轮回圣王脸色铁青 目光落在第七仙界的星空上 帝声道 这老贼调动残存法力 让我在走出混沌之气时 到了两个月之后 从星辰运行的轨迹 他可以辨识出 距离苏云 拜访幽朝生 已经过去了两个月 两个月看起来很快就会过去 但是两个月能够发生的事情 实在太多了 他现在不敢确定 幽朝生是否在苏云和小弟叔的帮助下 修成个人道戒 成为道神 苏云出招 的确不同凡响 轮回圣王停下脚步 没有立刻前去寻找幽朝生 既然如此 我先来帮帝呼一统所有身躯 让他成为天君 幽朝生闭关的小世界中 苏云向幽朝生道 轮回圣王未必敢主动寻你决战 你先不要着急 等我练好玄铁钟 助你一臂之力 这一次 他面色一沉 我要镇压封印 他十三年 第九百一十七章 浩劫已至 幽朝生问道 那么 你的钟何时练好 他的气息高远 深不可测 身上散发出奇特的道运 一根根奇特的弦 在他身遭跃动来去 时而迸发出玄妙至极的道音 他的一举一动 都暗合大道之妙 举手投足妙道天成 声音也仿佛是道音 让人听了 便只觉言语中藏着道法 脑海中会泛起各种奇妙的道境 这正是道神的表现 幽朝生已经跨过天君和智人境界 成为道神 此次苏云和小弟叔的到来 正值他闭关的关键时期 原本不打算出关见苏云 怎奈苏云上来便调戏他的夫人 越来越过分 还要动手动脚 幽朝生这才忍不住出关 尽管知道苏云此举 是为了击自己出关 但他还是按捺不住怒火 把苏云摁在地上捶了一顿 反正苏云 现在被轮回圣王 镇压了一身本事 反抗不得 不过 苏云这次的确帮了他很大的忙 苏云的道横极高 精通焚宇宙三十五座宇宙的大道 对弦宇宙的五弦奥妙也深有了解 可以说在道横上 他已经是最绝顶的存在 小弟叔则是世间最强大的大忙 地乎得到的是地混沌般强大的肉身 他得到的则是地混沌般强大的智慧 以苏云的道横 加上小弟叔的头脑 以及幽朝生曾经作为道神的积累 因此才能在两个月内 解决困顿幽朝生的体内道界的难题 而今幽朝生已经修成体内道界 并且曾经的智人陷阱道神陷阱 也因为体内道界的缘故而不复存在 让他可以成为真正的道神 掌控自我 体内道界与宇宙道界最大的区别在于 体内道界自主可控 没有道神陷阱智人陷阱 而宇宙道界 则因为囊括整个宇宙的大道的缘故 道神必须依循大道形式 无法违背 因此 道神被道所控制 成为道界的傀儡 所以才有陷阱一说 帝混沌的创举就在于 正道鱼内 开辟体内道界 避开了陷阱 帝混沌曾经在宇宙边陲 点不过幽朝生 这次幽朝生 能够修成体内道界 成为真正的道神 可以说是帝混沌与苏云 小弟叔联手的结果 苏云道 我的钟打造起来并不麻烦 帝庭工匠再加上混沌结火 两三个月便可以练成 但要尽可能提升这口中的威能 能够助你一臂之力 须得激烈得越久越好 幽朝生疑获道 我出手消灭结灰仙的话 轮回圣王便必须出手对付我 因此 我需要在你养好中之前 主动避开与轮回圣王的冲突 只是我不出手的话 你们能挡得住结灰仙吗 苏云沉默片刻 展颜笑道 必须能 不能 就会灭族 第七仙界就会死亡 因此无论如何 都必须挡住结灰仙的入侵 幽朝生也沉默片刻 询问道 轮回圣王的实力到底如何 为何连你这样的道行 都会被他封印 加上你的钟 我们真的会是他的对手吗 苏云看向相军身边的孩子 幽朝生也转头看向那个孩子 那是他的第二个儿子 与他一样 眼睛中长着三颗眼瞳 幽朝生不再询问他们 是否是轮回圣王的对手 看到自己的儿子 他便明白 无论如何 他都要去搏命 哪怕是必输无疑 他的儿子 不仅仅是他的血脉 也是生养他的那个宇宙的血脉 无论是人父这个身份 还是道神这个身份 他都必须要将轮回圣王重创 给苏云争取机会 轮回圣王的确强大 他的轮回大道至高无上 我在分宇宙 只找到五种大道 可以与轮回大道并驾齐驱 苏云见他 已经找到了答案 还是回答他的问题 我去过你们的道界 见识过你们的五贤 精妙绝伦 这是你们道界的至高无上的成就 用五根不同的贤 道进本宇宙大道的奥妙 这五根弦代表五种至高无上的大道 倘若你可以再进一步 让五贤归一 五种大道合为一种 那么 你有与轮回圣王占平的希望 幽朝生不等他说完 便已经明白他的意思 体内道界与宇宙道界是有区别的 一个人体内的道界如何广阔 也不可能与一个宇宙相媲美 奇人的大道 与宇宙的大道 也有着很大的差距 他开辟体内道界修成道神 哪怕是真正的道神 也与轮回圣王这等宇宙道神 有着不可跨越的鸿沟 哪怕轮回圣王 最多只有其出生之前的三分之一战力 他必须五贤合一 而且是在本宇宙道界尚存的情况下 才能拥有战平轮回圣王的希望 他顿感压力 他必须与轮回圣王一战 必须让轮回圣王受伤 但是 以他目前的实力 还无法半斗 至于苏云即便炼成玄铁中 又能给他增加多少胜算 他有些不太看好 毕竟苏云的道横虽高 但法力和境界始终差了点 苏云与小弟叔登上地面 告辞请去 道 幽道友 我终炼成 尼尔盼传来终生 便知时机已到 幽朝生带着香军和孩子相送 目送他们远去 香军不免有些担忧 因为在他身旁 轻声道 天帝让你出手对付那个轮回圣王 一定极为危险吧 幽朝生笑了笑 拢了拢他的肩头 亲吻他的秀发 轻声道 轮回圣王是可以在地混沌的基础上 开辟扩大仙道宇宙的强人 能够与他一战 让他受伤 不得不疗伤十三年 这将是我毕生的骄傲 我会全力以赴 地年驶离这个小世界 很快来到地亭上空 地亭雷迟已去 这个洞天的上空 不再那么压抑 但是不断洒落的结灰血 还是让人们的心头 蒙上一层阴霾 地年进入地亭时 正逢红罗姑娘 率领一支灵石大军出征 天后 长生帝军坐镇其中 方竹志 施魏然 柴出锡 折仙人 人魔鹏薅 玉太子 桑天君 求水靖 左松岩 岩印化等人 率先一步奔赴星空 在沿途星空布下阵营 迎战结辉大军 地亭的精锐进出 这次洞罗带走的是 最后一支 由征盛和原道境界的灵士组成的大军 苏云看向军中 多是些年轻的面孔 有些人显得有些稚嫩之气 除此之外 还有后庭中的娘娘也在军中 天后微微欠身 道 陛下 不能见礼了 苏云欠身道 娘娘保重 小弟叔从地念中走出 道 苏道友 别过 苏云张了张嘴 却没有阻拦他 小弟叔走入红罗的军中 大军不停 进入星空 远处的星空 在渐渐变得暗淡 一颗又一颗星辰熄灭 那是铺天盖地的结辉仙 在吞噬一颗颗星辰 和一个个事件 红罗回头看了苏云的地念一眼 笑道 我还想嫁给他怎么办 天后笑道 别想了 你是他姨娘 不合适 地念向下驶来 却没有前往地亭 而是先前往中山洞天 苏云远远眺望 只见中山洞天的边关 结云连绵万万里 电闪雷鸣 雷霆像是雨滴一样 从天空坠下 不断乍响 那是万万千千朵雷云的聚合体 雷结从云层中爆发 密集如智 这股意象如此庞大 以至于即便是在其他洞天 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甚至在天外也可以看到 中山洞天边境 被雷云笼罩的奇异景象 地念来到中山边关 燕子七名人 将苏云营上边关的城楼 苏云下车 只见燕子 漆在城楼上看向远处 他走上前去 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座大营 各种杀阵 遍布在天府洞天的平原上 杀气滔天 那些大营之中 燕子七灰下的两千万将士 在杜结 这可能是仙道宇宙有史以来 最壮观壮阔的一场杜结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苏云的衣衫 迎风向后飘荡 他的前方的天空 万万千千节云出现 两千万灵世杜仙节 这场面本身就不可思议 他看向远处 这些日子先后 从沟城 地亭金中山 迁徙天府洞天的百姓和生灵 尽可能地带走更多人 远离这片即将化作焦土的地方 陷入今天府洞天 大部分地方都已经空了 苏云无法派给燕子七多少人 地亭已经调动了附近洞天 所有能够调动的力量 奔赴星空 迎战另一股杰灰仙 这些人 都是灵世 灵世在杰灰仙面前 可以说 杨高暴露在猛虎的面前 但他们必须出征 仅凭东军西军求水静天后等人 是绝不可能挡得住杰灰仙大军的 只有足够的将士 才能将杰灰仙大军 组于第七仙界之外 但即便如此 杰灰仙的数量 也还是比他们多出许多 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战争 苏云看向远处 道 燕天师 我虽然无法给你多少兵力 但我还是请来几位好朋友 他们来了 燕子七微微一正 回头看去 看到了几个仇家 散人月照全和卢仙人 正在向这边走来 目光落在燕子七身上 两位老者皆是杀气腾腾 燕子七道 散仙六老 黎伤雪 君在酒 无锡山 宫西楼 是被我请去的散仙杀掉的 月照全来到他的面前 站定身形 道 不错 燕子七道 你和卢仙人 恨不得将我扒皮抽骨 卢仙人点头 我和钓鱼老隐居之后 四处寻找你的下落 要将你诛杀 始终没能找到你 燕子七又道 但是你们此次来 并非为了杀我 月照全道 解决了杰灰仙动乱后 我与卢书生 才会对你痛下杀手 为几位老兄弟报仇 燕子七点头道 倘若两位 不幸在杰灰仙动乱中牺牲 战后我会在两位坟墓前自裁 以报两位今日的不计前嫌 卢仙人语气硬邦邦的 不用 你若是活下来 是你命好 我们不稀罕 苏云长说了口气 笑道 看到你们聊得很开心很投机 我便放心了 朱军 中山这边 便交给你们了 燕子七欠身道 从转身登上地面 突然看到东方的天空 升起了红色的彩霞 那是截火的光芒映照天空 把天空照亮 正是杰灰仙大军 他心中微微一沉 杰灰仙所过之处 皆是一片焦土 任何生灵都会被吞噬得一干二净 他们就像是不断吞噬繁殖的毒瘤 直到将天地吃得白茫茫蒸干净 直到再也找不到任何活动的东西 他们才会燃烧干净 化作截土 根据董凤神王的研究 截灰仙天生就有一种饥饿感 自身的截火 让他们总想着进食 吃血肉 吃天地元气 所有拥有灵力灵性的东西 都会被他们吃下去 直到再也寻不到任何天地元气为止 而现在 这些截灰仙终于到了 第918章 都是仇家 苏云进入地面 再度启程 来到帝都外 地面没有进程 而是直接驶入都造场 都造场中 玄铁钟被融了虫柱 由于这次炼制的 玄铁钟最是简单 抛弃了任何复杂的构造 只保留中的形态 因此炼制的速度极快 这口大钟已经成形 欧野吴等人 正在修整边边角角 尽可能让这口钟 呈现出最完美的形态 寻不出任何毛病 苏云来到钟下 坐在荒童神炉旁边 元神的倒影飞出 催动先天一气 一遍又一遍地烙印这口大钟 玄铁钟的威能 在渐渐提升 混元如一 苏云的眼眸 映照着混沌结火的火光 深遭一道轮回环渐渐形成 映照出中山等地的景象 他一边观察 一边由那儿 外揣拓轮回圣王的封印 让自己 在轮回之道上的领悟更高一些 五天后 燕子七的眼中 出现结灰线的大军 而这场渡结 也渐渐到了尾声 他挥下最前方的大营 已经与第一波结灰线碰撞 天府洞天的天空 突然被一道明亮的 红光洞穿 那是第一座大营的沙阵 聚集天地间的煞气 煞气比之如柱 直冲云霄 玄机 第二座沙阵爆发 紧接着便是第三座 第四座 第五座 一座座沙阵启动 煞时间 天府洞天的天空 便被映得一片血红 这些阵营以六角形排列 每六座大营中心 便有一座仙城 仙城呈现出六角形 六个门户 守卫森严 可以随时支援六大阵营 更为奇妙的是 每一个阵营 可以同时得到三座仙城的支援 也可以得到两亿的阵营辅佐 燕子七的大军 便是以这种 星罗旗部的方式排列开来 大地震动的声音传来 那是无数节灰仙 在奔跑掀起的动静 他们的翅膀已经被烧烂 无法飞行 只能迈步狂奔 天空中也有无数节灰仙 震翅飞来 巨大的雨翼遮住天空 看不到太阳 一时间喊沙声嘶吼声 神通仙兵破空的声音 掀到迸发出的倒音 一发激荡起来 震耳欲聋 只一瞬间血肉横飞 各种残肢断壁 四下里飞舞 神兵利器的碎片 也四处乱飞 最前线的阵营最势薄弱 在坚持了短暂的片刻之后 第一座阵营便被攻破 一尊体魄如山的劫灰仙 猛然张开大口 喷出熊熊劫火 从缺口中灌入杀阵之中 劫火像是一样涌动的潮水 席卷一切 第一座阵营中 大半将士被劫火点燃 发出凄厉的惨叫 其他劫灰仙 纷纷扑入阵营中 剩下的将士 一边奋力抵抗 一边后退 试图退往仙城 但随即便被 劫灰仙的狂潮淹没 连个浪花也没有 接着 最前线的一座座阵营被攻破 一座座仙城 也岌岌可危 就在这时 一座北缅长城落下 挡住无数劫灰仙的去路 将劫灰仙大军生生切开 冲到最前面的劫灰仙 顿时遭遇一座座阵营 和仙城的围剿 其他劫灰仙 则纷纷飞起 冲上长城 试图翻越这座长城 一轮明月从长城后升起 只见明月中 钓鱼仙人甩出鱼线 将一个个劫灰仙切开 那鱼线锋利无比 在长城下荡来荡去 展落不知多少头颅 这幅景象 让人们生出希望 突然一尊尊 强大无匹的劫灰仙 震翅飞来 顷刻间便飞上长城 力爪握住城墙 向那钓鱼仙人杀去 这几个劫灰仙 生前赫然是 道径八重天的存在 死后化作劫灰仙 依旧保存着 极为恐怖的战力 那钓鱼仙人手持鱼杆 鱼线翻飞 在长城上 与那几个大劫灰仙周旋 不落下风 但他难以维持长城神通 很快便被无数劫灰仙 将长城打穿 劫灰仙大军疯狂涌来 潮水般席卷一切 突然一个瘦弱书生 挥舞着一杆滑盖 如同彗星般从天而降 落地的同时 将滑盖插在地上 轰隆 狂暴的气流四面八方飞去 震动一座座阵营和仙城 同时滑盖向外绽放 一重重到尽 将四周的劫灰仙 按照生前境界高低 而分割开来 那卢书生将 劫灰仙中实力最强的劫灰仙 留在最中心的第八层滑盖里 自己的缓缓直起腰身 直面这些强大的劫灰仙 他们两人 是修炼到极致境界的最强散仙 加入战局 顿时力挽颓势 提振士气 将士们奋力厮杀 燕子七也竭尽所能调动阵势 围剿冲入阵营的劫灰仙 力图减少将士的伤亡 这场战争持续了三天三夜 最后一个劫灰仙 倒在仙人们的利刃之下 疲惫的仙人们收起残破不堪的兵刃 四下看去 只见战场上四处燃起劫火 那是劫灰仙的尸体在燃烧 战场中 已经没有一个劫灰仙能够站起来 仙兵仙将的脸上露出笑容 一个声音喃喃道 我们胜利了吗 然而没有欢呼声传来 战场上出奇的安静 在战线的前方 数以千万计的劫灰大军已经到来 无声无息 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一尊尊高大的身影 屹立在劫灰仙的队伍之中 带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 境险强大 他们生前绝对是高高在上的大人物 甚至有可能是 历史上流民的存在 在这些劫灰仙大人物的身后 则是飘在天空中的明堂雷池 如同阴影一般笼罩事件 战场上是死一般的寂静 而挡住这些劫灰仙大军的 是一个高大身影 身上魔气滔天 直面劫灰仙大军 这个高大身影 让所有劫灰仙不敢踏前一步 哪怕他们已死 哪怕他们化作了劫灰 对这个男人 依旧充满了敬畏和敬仰 因为他是他们的帝 帝爵 燕子七看向阵前 内心复杂 那个挡住劫灰仙的男子 不是帝爵 而是帝爵之师帝招 当年杀害帝爵 燕子七也有份 没想到 而今却是帝爵的 师魔站在他的将士前方 成为一座阻挡劫灰仙杀戮的封碑 燕子七趁机传令下去 令将士整顿阵型 被打残的部队 混编到其他队伍中去 他有条不紊 从容不迫 竟显天师的风范 让将士们多少可以安心一些 然而 无论是燕子七 还是月照全都知道 这一仗注定极为艰难 先前他们所杀掉的劫灰仙 只是仙头部队 已经让他们损失惨重 而现在真正的主力 才刚刚来到 后方 还不断有更多的劫灰仙涌来 哪怕有地招在 这一战 只怕也败多胜手 突然 另一股大地的气息撼动天空 驱散空中的阴霾 燕子七向东北看去 看到了先后娘娘的天皇宝树 勾成的灵氏大军 再向这边进发 与此同时 三千虚空裂开 十六圣王率领一支之名 都魔神大军登临战场 随时准备从虚空中 冲杀劫灰大军阵营 燕子七突然安心下来 松了口气 只要能止住 劫灰仙的冲杀势头 只要不再是大决战 打阵地战 攻城战和荒原战 他从未怕过任何人 他来到地招身边 地招瞥了他一眼 道 听说 你当年背叛了我 是 燕子七承认道 我当年是一个 怀才不遇的小仙人 投靠了地风 靠地风才爬到而今的位置 地招点了点头 咱们有仇 不过看在我义子的份上 今日我不与你计较 燕子七呆了呆 陛下是云天帝请来助我的 地招道 这是自然 他说 这次他请来的 都是你的仇家 燕子七心头一突 从前他对地风忠心耿耿 没少与先后娘娘作对 攻打勾臣 他也出谋划策 这笔仇字不必多说 明都大帝也是与他有仇 虽然明都大帝遇到年轻才俊 便会求着结拜 但是燕子七却屡次向地风提出 削弱明都的权力 费明都为圣王 彻底将十八层明都掌控在手 因此 明都大帝对他极为记恨 从未提过与他结拜的话 云天帝果然说一不二 说给我找几个仇家 果然便给我找了一堆仇家来帮我 他心底苦笑 但同时放下心来 这些仇家虽然恨不得宰了他 但他们 又都是重情重义之人 非但不会杀他 还会竭尽所能助他 回想起地风的作为 燕子七星中暗叹一口气 劫灰仙阵营之中 轮回圣王衣衫蓝缕 宽手大脚 端坐下来 以轮回之术 在百里毒的身后 知就一道光晕 我中了云天帝之计 将与幽朝生大战 此人已经修成道神 未免我与他两败俱伤 被云天帝所称 而经我赐予你轮回神通 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由此神通 你不但可以一统 所有分身的法力 而且立于不败之地 百里毒心中惊喜连连 与一众分身败谢 轮回圣王起身道 你这里我不已久留 我毕竟是长辈 与地混顿齐名的存在 若是被人知道 我插手你们这些 小辈之间的争斗 会笑话我 还有一事 云天帝在琢磨我的轮回之道 此人脑筋甚是厉害 多半会琢磨出点什么 不过 我给你的神通远在他之上 你无需担心 说吧 一道光芒闪过 消失不见 百里毒温炎 放下心来 低声笑道 哀帝的脑筋好 那么 我的脑筋更好 哀帝可以破解轮回之道 我得到了帝叔之脑 为何便不可 第919章 盈盈来了 百里毒钻炎 轮回圣王的神通 无暇分心战士 反倒给了燕子七喘息之机 这是轮回圣王 所没有预料到的 此时的轮回圣王 不再超然 而是进入轮回之道中 而不自知 第七仙界的星空 世间常有三千世界 大千世界之说 但星空中 何止三千世界 星空中有着大大小小的银河 银河中有无数星系 大大小小的星系中 有一颗颗事宜居住的星辰 这样的星辰 被称作世界 物有万种 人有百态 每个人的性格往往不同 仙人的性格也是如此 当年云天帝 帝风 天后 邪帝等人争夺天下 各自率兵征战 杀得天昏地暗 但并非所有仙人 都对黄图霸业有兴趣 也自知自己 没有这个修为实力 于是这些仙人 往往便会远离纷争之地 离开第七仙界 进入星空 他们是隐士 他们会选择一个 天地元气充沛的 小世界定居 许多族人也会迁徙进来 仙人会在这样的世界中 开宗立派 择取资质上家的年轻人 为自己的弟子 有些世界中 因为被几个仙人看中 往往会出现好几个门派 这些门派之间的故事 那就多了 另有一番精彩之处 星空中一处小世界 名叫夏后星 这个世界距离第七仙界主大陆颇远 但天地元气却很是充沛 定居在此地的仙人 名叫九弥 原本是帝爵时代的仙人 地风谋杀帝爵 将第七仙界打得粉碎 九弥便是在那时出逃 带着族人来到夏后世界 安居下来 历经万余年的发展 夏后世界已经颇为兴旺 后来第七仙界合并 第一仙人成仙 九弥的后人中 又多出了几个仙人 夏后世界更加兴旺 世界中有多达百十个国家 十多亿人口 除了九弥所建的门派之外 还有其他小门派 这里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文明 到了两大雷池腾空 镇压第七仙界时 九弥仙人也被影响 消掉了道花 变成了灵士 不过这里依旧安宁 没有被地战波及 但这一天 夏后世界的太阳落山之后 便再也没有升起过 人们在黑暗中 纷纷看向天空 只见天空中的星星 再一个接着一个熄灭 星空变得比寻常时期更加暗淡 人群中弥漫着不安的氛围 天空中 灵士们纷纷飞向夏后世界圣地 去求见九弥仙人 他是这个世界最强大古老的存在 他一定知道这异象代表着什么 而在圣地中 九弥仙人看着天空中飘落的结灰 脸色一片苍白 他的身后 是万千灵士贵妇在地 静静地等他说明 星象变化的原因 九弥仙人眼角剧烈跳动 声音沙哑道 孩子们 跑吧 他身后的灵士们正了正 仿佛没有听清 九弥仙人看着黑暗的星空中 移动的阴影 声嘶力竭地大喊 跑啊 快逃到星空中去 说不定还有活络 快跑 夏后世界的灵士们 还未回过神来 天空便已经变成了暗红色 那是结火的光芒 无穷无尽的结灰仙飞掠 经过这个世界 其中一小只结灰仙大军俯冲下来 进入夏后世界 他们的羽翼将天空遮得一干二净 快跑啊 九弥仙人大叫 奋力记起自己的仙兵 向落在圣地上的结灰仙杀去 下一刻 他连人带仙兵 一起被那结灰仙一口吞下 无数结灰仙 在这个小世界中飞舞 吞噬天地元气 吞噬生灵 半日之后 他们又再度飞起 离开夏后世界 夏后世界被厚厚的结灰所覆盖 一切文明的痕迹 荡然无存 十多亿人口 百十个国家 大大小小的门派 长达万年的传承 在这场浩劫中 连一朵浪花也算不上 无数结灰仙在星空中飞行 向着星空中更为明亮的地方飞去 那里便是仙剑 第七仙剑 而在结灰仙大军的正前方 距离夏后世界相隔一道银河的地方 东军 西军 和紫微帝军 各自引领一支灵士军队来到这里 放下仙城 驻扎下来 他们以星河中的星辰为砖石 沿着仙城搭建城墙 仿佛一道规模较小的长城 调动各个太阳的威能 布置阵法 银河渐渐明亮起来 那是无数星辰被聚集堆积起来的结果 还有将士催动一轮轮太阳 让太阳迸发出比往日更加明亮的光芒 这道第一阵线的后方 也有星河渐渐变得明亮 那里是第二阵线 由球水静 左松岩等人正在打造星空长城 球左之后还有第三阵线 由丹青 韩军等人负责打造第三长城 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彭蒿 玉太子等人的大军打造第四长城 桑天军 炎英化等人打造第五长城 应龙 白泽 碧洛等人打造第六长城 从这里到第七仙戒主大陆 一条直线上 有九座最为重要的银河 将士们便在这里打造九座星空长城 因为明堂雷池未曾被破去 这些来自元朔 地庭等地的将士 绝大部分都是灵士 但是从实力上来讲 他们的修为实力可以与惊鲜媲美 手拿星辰摘日月 不在话下 地庭中只有少数原本修炼到 道径四重天五重天的存在 才能在雷池的威能中保住自身 这类人少之又少 地庭拥有先军以上实力的人 不足百数 好在炎硬化率领一部分先军前来投靠 否则地庭连足够多的将领 也很难挑选出来 此次 灵机 洞庭等十一圣王 也带着自己的法宝 率兵出征 英龙白泽也率领神魔出征 还有碧落 也进入军中 这可谓是地庭能够拿得出的最强大的阵容 但凡能上战场的 都上了战场 只差各大学工学院的老师和世子 未曾上阵 不过 当站在城楼上的方竹志 施魏然 和紫薇帝君等人看到前方的星辰 一个接着一个的相继熄灭时 还是手足冰凉 涌动杰灰仙向这边扑来 即便是最为明亮的太阳 也会在短短片刻 便被无数杰灰仙 吞噬了灵力和天地元气 暗淡熄灭 陷入死亡 方竹志身后 李木戈检查每一个将士 在阵途中的方位 这场战役中 他在方竹志麾下做偏将 他的旁边 是他在袁硕的熟人 圣人弟子白月楼 两人皆是苏云的同学 后来苏云去做天使元大帝 与他们的联络渐渐少了 早在很多年前 他们便已经修成仙境 成为仙人 不过雷池一出 皆成梦幻泡影 当年李木戈被尊为圣剑仙 白月楼则被称为天道公子 两人都在圆朔天道院任教 尽管他们也是圆道境界 但是修为实力却极为强大 因此被方竹志任命为偏将 木戈师兄 你说 咱们若是死在这场战役中 会进入万神殿吗 白月楼依旧如从前一般 风流倜傥 与李木戈谈笑风声 化解紧张 一边检查士兵站的位置 一边悠然道 后人 他们还会记得我们吗 李木戈纠正一个临时的战姿 断然道 不会 这场战争不是要死几万人几十万人那么简单 而是要战死几百万几千万人 谁有功夫记下 我们叫什么 就算供奉在万神殿中 也没有几个人能记得李木戈与白月楼 白月楼有些失望 嘀咕道 将来我们会变成被遗忘了什么 并不会 李木戈道 白月楼挣了挣 露出疑惑之色 李木戈露出笑容 记住这一战的人很多 记住我们的人很少 但我们子孙却不会忘记我们 他们还是会记得祖辈的世界 记得我们为了保护他们 而与不可能战胜的敌人厮杀 他们会因此而骄傲 因为我们做的事而骄傲 他本不善言辞 却一戏话说得白月楼热泪盈眶 笑道 对 我们要做的事 就是让子孙后代骄傲的事 他们会与我们是他们的祖宗为荣 以他们体内流淌的血脉为荣 说话之间 截灰仙大军如同蝗虫一般飞来 越来越近 将士们各自鼓荡真援 方竹志声嘶力竭地大叫一声 手臂猛地一挥 无数口仙道神兵从第一长城后飞出 迎上截灰仙的仙头部队 星空中 绚烂的神通炸开 异常缤纷多彩 白月楼和李木哥各自主持阵图 一声叱咤 剑阵图展开 那是简化的第一剑阵图 化作滔天沙阵 矗立在星空长城之后 无数截灰仙飞越长城 一座座瑰丽万方的剑阵图展开 化作长达数千里的剑光 纵横百合 这些剑阵像是东军和西军手中的利剑 随着他们征战 杀法 然而涌来的截灰仙越来越多 实力也越来越强 第一阵线的长城恍若无误 被轻易摧毁 撤退 退回第二阵线 方竹志 施魏然和紫薇帝君的声音传来 三大主帅在阵后断后 力图阻止强敌 然而 还是有不计其数的截灰仙 绕过三人 涌向后方 白月楼和李木哥 率领各自的部队 向第二阵线撤退 一路杀将过去 然而杰灰仙还在不断涌来 让他们如坠泥闹 前进艰难 两人率众奋力冲杀 终于冲出重围 身边的将士 已经只剩下半数 他们前方 各路将领也在率领残步 向第二阵线的长城赶去 远处有人高声叫道 需要有人留下断后 断后的人回不去 谁来坐 我来 那支队伍中有人叫道 接着便见那支队伍中 有十几个灵石逆行 向这边来 李木哥看去 只见先前阵守 第一阵线的各支队伍 各有十多人留了下来 与撤退的大军向逆而行 木哥师兄 你回去 见到我的家人 告诉我 儿子那个小混蛋 他可以骄傲地跟别人说 他是我白月楼的儿子 李木哥身躯一江 回头看去 白月楼带着十几个灵石 脱离阵途 向他挥手 我没有给后人丢脸 但愿他也不会 木哥师兄 把我的人活着带回去 李木哥张了张嘴 却说不出话来 重重点头 带着剩下的将士 赶往第二阵线 匆忙中他回头看去 看到那些赴死的将士 神通所散发出的 微弱的光 第二长城 李木哥率领将士 来到长城下 与求水静 左松岩的大军会合 求水静让他们下去歇息 左松岩不解道 水静 我们兵力不多 为何还要奋兵 形成各个阵线 求水静道 为了将杰灰仙挡一挡 前面的杰灰仙被挡住 后面的杰灰仙涌上来 堆积在一起 越积越多 左松岩呆了呆 那还怎么打 亿万计的杰灰仙扑来 谁能挡得住 挡得住 求水静面无表情道 打了就挡得住 因为 盈盈来了 在第九长城 我们必须要挡住杰灰仙八次 聚集起更多的杰灰仙 第920章 杰灰大地 盈盈来了 左松岩心神威震 看向越来越近的杰灰仙狂潮 从望川中出来的杰灰仙 数量实在太多 在漫长的心路奔袭中 杰灰仙如同油脂滴落在水面上 频频扑开 想要他们堆积在一起 必须要有阻碍才可以办到 盈盈来了 就有希望了 这一战 我们必须要尽可能地挡住 第二长城的战役爆发 左松岩巨星力 为自己的姓灵 化作巨人 横扫战场 求水静催动混沌域 化作一种宇宙 大杀四方 只是在永来的杰灰仙面前 他们无论杀掉多少敌人 都是杯水车星 杰灰仙中也有绝代强者 向他们杀来 让他们压力倍增 他们坚持了小半日时间 求水静迫不得已下令撤退 半个月后 第三长城失守 丹青 韩军两位奇才手段进出 又有求水静 左松岩 东军 西军等人辅佐 还是没能坚持多长时间 便再度溃退 败走第四长城 十天后 第四长城失守 九天后 第五长城失守 又过一个月 第六长城 第七长城 分别失守 各路将领绿岭残部 涌向第八长城 那里灵机 苍武等十一圣王坐镇 各自记起法宝 又有苏杰记起 太古第一的剑阵图 布下沙阵 气势汹汹 一件件 威能浩瀚的法宝记起 远远便扫向杀来的 劫灰仙大军 终于 劫灰大军的势头被挡住 但仅仅阻挡了三天 三天后 一尊异常高大的劫灰仙 在万千劫灰仙人的 簇拥下走来 给人以无比威严的感觉 一尊劫灰大帝 虽然人们早就知道 望川中可能会有劫灰大帝 但真的遇到了 还是给人以无比强烈的震撼 地级存在 并不能阻止自身的劫灰画 修炼到道境九重天 也有可能会沉沦 化作劫灰仙 从古至今 能够在天节中流影的存在 只有十五位 这位劫灰大帝 必定是十五人之一 求水镜看向那尊劫灰大帝 取出通天阁收藏的 十四尊大帝的烙印 与之对照 第十五位大帝是苏云 因此不再其烈 古往今来十四大帝的身姿 都烙印在第一线人的天节之中 第一线人的天节极为神秘 除了历节者 无人知道 天节中的十五位大帝 是什么模样 但是到了第七仙节 第一线人多达四位 更有苏云搅局 替他们渡劫 甚至把十四大帝的身姿烙印下来 苏云身为通天阁主 自然要准备一份 放在通天阁中 更为可气的是 苏云还将这几位大帝的身姿 烙印在自己的大中上 当成自己神通的一部分 《求水》接二经 已经是通天阁的高层 自然能得到这些资料 一旁 左松岩垫着脚尖凑过来观看 他在通天阁中地位较低 没有得到这些资料 只见这十四位大帝 分别是 书 忽 铁昆轮 地爵 天后 元九州 众精灵 魏浙山 玉岩昭 楚公瑶 地风和碧落 剩下两位都是陌生面孔 至于先后 元三顾 因为是在弥罗天地塔中 修炼到道径九重天 并未烙印天地 所以未曾出现在其中 左松岩对比一下 只见那位结灰大帝骨骼外露 已经完全看不出生前面目 不由皱眉 那结灰大帝猛然张口 熊熊结火喷出 火烧第八长城 灵机等圣王 连忙寄起各自法宝镇压结火 却见那结灰大帝 率领着诸多强大的结灰仙 迈步杀来 他身边的结灰仙 生前都是道径八重天的存在 强横无比 几乎是在瞬息间 便将第八长城洞穿 苏杰催动第一剑阵图 四十九口仙剑杀来 那结灰大帝 与剑阵图硬汗一记 随即数以万计的结灰仙 涌入长城之中 苏杰还带与那结灰大帝血战到底 求水晶的声音传来 势不可为 撤退 苏杰迟疑一下 突然一道长虹般的武器 自那结灰大帝身上飞出 席向第一剑阵图 苏杰与控制剑阵图的 其他四十八位 剑道高手 气血浮动 各自吃了一惊 只见袭击剑阵图的 乃是一杆古智长枪 散发出的威能 竟比万化焚仙炉 地剑剑丸等质宝丝毫不屑 想来是那截灰大帝锁链的质宝 这宝物用的是混沌物质锁 被混沌海冲刷上岸的 一段谷歌打造而成 飞行之时如长虹 稳住之时便如同长枪 击退第一剑阵图后 便又飞回那截灰大帝的身上 仿佛龙莽般缠绕在他身上 苏杰还打算再战 求水竟杀来 喝道 这尊截灰大帝生前极为了不起 把质宝练得忠诚无比 质宝便相当于他的第二具身躯 速退 苏杰心中凛然 求水进化中的意思 是那截灰大帝 借制保存活于世 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每一招仙界的仙人 都很难活过八百万年的天地大劫 要么一身大刀化作截灰 要么整个人化作截灰 只有帝绝知道逃生的办法 但现在看来 还有其他存在 用另一种办法 躲过了天地大劫 他的肉身虽然化作了截灰仙 却不算真正的死亡 而是以另一种形态存活 截不灭的制保存活 这样的存在 只怕极为可怕 相当于巅峰时期的 道径九重天强者 因此 求水进才让苏杰速退 苏杰急忙催动阵途 跟随求水进杀出重围 率领将士 向地九长城而去 大声道 水进先生 那位大帝是谁 玉太子在乱军之中 也看到那骨枪质宝 急忙掉头杀来 却被求水进挡住 喝道 那劫灰大帝厉喊 我们不是对手 快走 玉太子 只得随军一起往前冲 不住地回头张望 求水进奋力厮杀 突然身躯一晃 万万千千的求水进出现 攻向四面八方 苏杰身边的求水进 则取出另一份资料 道 虽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但是他的质宝 却被云天帝记录下来 苏杰匆忙一瞥 只见苏云记录的 是他从第一仙人的仙界中 遭遇的质宝 其中一件质宝 便是骨枪形态 不过 苏云是把这种质宝的烙印 当成印法来修炼 他记录下来的质宝形态 也都是一种种印法结构 即便苏杰也看得暗暗摇头 心道 我爹的印法造诣 好像的确不怎么好 倘若他不追求印法 而是将这些质宝形态 改成枪术神通 威力也会更大一些 那劫灰大帝 率众再度杀来 甚至摘下那杆骨枪至宝 杀入剑阵图中 将苏杰逼的 不得将第一剑阵图的威能 提升到极致 他得到了外乡人和地混沌的真传 又对第一剑阵图了如指掌 又有48位剑道高手 帮助他驾驭剑阵 即便如此 还是被那劫灰大帝压在下风 求水晋 紫威帝君等人一起出手 才将那劫灰大帝逼退 苏杰大声道 水晋先生 倘若他已知宝行太活着 应该还保有灵智 那么他为何还要吞噬众生 求水晋摇头 我也不知 或许他出了其他什么状况 不得不吞噬天地元气 那位劫灰大帝 率领无数劫灰仙碾压而来 追上撤退的将士 迫使苏杰等人 不得不再度与他抗衡 这次甚至连东军方逐智 习军师未然也杀了过来 何占此人 众人越打越是心惊 此人实力 竟然还在不断提升之中 肉身像是要复活一般 终于 十日之后 他们退到第九长城下 然而让众人心境沉重的是 那劫灰大帝 竟然也率领着 不知多少劫灰仙紧随其后 若是第九长城开启门户 放他们进去 只怕那劫灰大帝 也会率领劫灰仙杀进去 就在此时 突然只听第九长城中 传来一个女子的笑声 区区劫灰仙 也敢在正面前放肆 不认识帝鹰吗 长城前方的星空中 一片紫气汪洋 但见一朵朵莲花 从这片海洋中生长出来 放眼看去 连夜无穷碧 花开别样红 数以万计的道花盛开 漫天异象 漫天芬芳 道音轰鸣震荡 盈盈出现在长城上 站在城朵上 极为矮小 却猛地一抖星红的披风 踏前一步 喝道 在正面前 看看你们是什么鬼样子 他话音刚落 那劫灰大帝 已经率领无数劫灰仙 冲入那片紫气海洋 突然那劫灰大帝顿住脚步 抬起自己双手 难以置信地 看着自己的手掌 只见他的手掌 渐渐浮现出血肉 肌肤 劫灰在慢慢退去 他的肉身其他部分 也是如此 他向四周的劫灰仙看去 只见这些最丑陋的怪物 竟然也在渐渐退去劫灰 恢复血肉之躯 他们便回生前的模样 甚至连劫灰化的杏灵 也随之复苏 一个个仙人迷茫地抬起手 打量自己的手掌 目光迷离 这正是仙天仪器的妙用 这些杰灰仙 闯入盈盈的仙天道境之中 被道境影响 暂时从杰灰仙恢复人身 不过 盈盈对仙天仪器 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会用不明白原理 只要这些杰灰仙 离开他的道境 便又会恢复成 原来的杰灰怪形态 但即便是暂时 也让这些仙人激动莫名 恍若兴生 而那杰灰大帝的面目 也自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他是一个英俊的 让人觉得有些秀气的人 不像是一个 道境九重天的大帝 反倒给人一种 阳光灿烂的感觉 盈盈看着他 觉得他便像是 自己前世的学哥秦武灵 让人觉得他站在那里 天塌下来 他都会顶着 预言招 长城上传来一声惊呼 盈盈回头看去 只见天后娘娘 不知何时来到她的身后 惊讶地看着那尊 恢复肉身的结灰大帝